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哲學非星期五 看到現場很多的年輕人 還有各式童年名稱 謝謝大家在那麼冷的天氣特別來聽這場 世新大學停召案的問題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要批判理念與社會的時間 要從世新設法所停召事件開始講 待會沈正亮老師會談一下基本事實 比如說這件事情到底在中區辦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接著會請到吳閨仁老師談一下私校上面 可能哪些問題跟那個可能相關 再請到王宣佑老師會針對整體大學 台灣大學的發展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還有請郭一 郭一高校公會的組織部主任來談一下說 那整體在全台灣的大學裡面 教授們還有學生們 包括裡面的一些私生比的問題啊 或者是說老師們如何去組織 然後對抗這個所謂在勞工權益上 所謂的資房學校這樣 最後我們再請到李慧仁導演來談說 他如何從一個不是教授 然後也不是高教公會的幹部 但是作為一個一般社會關係的事情 然後他如何以報告作為一個社會實踐這樣 好 那讓我們以掌聲歡迎這幾位老師 謝謝 好 謝謝廷豪 那也謝謝各位來參與今天的講座這樣 那作為苦主好像那樣 先交代一下整個來龍去脈這樣 那社會所是在1997年的時候成立的 那當時他創所的理念 大概就是希望能夠在學術跟社會實踐 這兩個一般在社會上看起來好像是不太相當的事情 找到一個可以相互支援相互理解的 這樣的一個創所的精神 所以我們常說社會所有16次真理 就是有學有數實踐基層會不會有的在照社會 那這並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我們希望能夠落實在我們的教學 落實在每一個老師 他不應該只有在校裡面做學術上的寫作 而應該參與更多的社會運動 所以社會所當時在審議的時候 就設定了這樣的一種原則 他並不是只是說老師你就是好好去發表等等 他希望每一個老師都出去外面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培養出來的學生 基本上是一個社運的組織工作者 所以我們最理想的畢業生就是他在外面做組織工作 他可能發了不同的議題 那可能做移工的議題 移民的議題 做人權的議題 做農民的議題 做勞工的議題 做反破千的議題 做各式各樣的議題 只要你願意去做 願意去改變這個社會裡面 所有的各種剝削壓迫關係 都是我們期望的這樣的學生 練習的學生應該是這樣 當然在這樣的狀況裡面 也會吸引到本來已經在外面做事情的學生來念 不是說大學畢業馬上進來念 當然也有在外面已經在做很多事情 回過頭來再來參與 在聖發所裡面再來念書這樣的學生 所以有很多畢業生 他在外面很有名 那credit不一定是算聖發所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是這樣的一種想法 會吸引到不同的人來 那大致上 這樣是一個聖發所的理念 那這個理念當然會跟校方 產生一些某種的緊張關係 因為 因為你在外面搞久了 你會對校內有很多事 你也會開始不滿 譬如說我們常強調校園的民主 大學的自治 或是學生的權利 或是勞工的權利 等等的這些東西 你在校裡面 你一樣可以觀察到 有很多不公平的現象 所以你也會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在過去 我們可以說 司法所成立到 大概2014年 這段時間呢 是相對穩定的一個狀況 所謂相對穩定是說 學校 如果我們攻擊到學校 學校基本上會 找我們去談一談 這樣 那談一談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讓步 但是 學校大概會理解到說 我為什麼你沒有幹這些事情 這些事 到底有什麼樣的 意義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它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所以大概是在這樣一種溝通 有點微妙的緊張關係裡面 去解決各類的 各種的衝突 當然因為我們的創所所長 是陳露希 那她是 這個學校創辦人的女兒 所以這個關係 也能夠穩定住 我們在學校 不管做任何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那整體而言 當然一個激進的研究所 在大學裡面的存在 對於這個大學整體的民生內容 並不是一件壞事 並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們社會需要這樣的一種功能 大學裡面這樣的功能 它總是提出不一樣的想法 提出一些另類的可能性 而不是我們就跟社會的這個想法一致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大學他就失去了 他在社會裡面 推動社會前進的這種角色 所以應該是從這個角度來說 它對整個社會的臉 並不是一件壞事 那我是2004年才進社發所 那之前他們已經做過很多事情 很多老師都做過很多事情 你們可能熟知的夏小璇老師 他是專門比較集中在做新移民的 這些權益的問題 那晨晨老師 黃豆貝老師大概就是在勞工問題上 那黃豆貝老師他 譬如說他還會去握軌 那原來是短文短文 他就握軌就要看你做散 他短文短就這樣了 那晨晨老師他發非常多的時間 大概20405 就花很多時間在RCA這個案子上 就在RCA的案子上 所以你可以說RCA從頭到尾 他們都在2000年開始的那一波訴訟裡面 他幾乎都參與在裡面 直到我們現在RCA的案子審到二審 那我們還是這個RCA的工人還可以贏 其實他們貢獻非常多的心力在裡面 那這個 蔡晨晨老師現在當然借調到立法院去 那之前在農政 他做這個農民議題 他是我們設法所畢業的 後來在做完農政 在做農政的時候 又回過頭來 在學校裡面當老師 他本身就是設法所畢業 又要來當老師 這樣子 所以 那我大概是在11年12年的時候 投入在高教共會裡面 所以跟到外面都會比較相關一點 那大致上 整個設法所的狀況是這樣 當然是事與願違啦 因為2014年之後 世新的董事會就改組了 所謂改組其實就是換到的第三代 第一代是這個陳舌我 第二代陳嘉玲 就是他女兒 那現在就換到第三代 就是陳嘉玲的兒子周成虎 他就接班了 那當時他是以前做副董事長 這樣 那在他做副董事長的那一段期間 那就換了現在這個 吳永泉校長 那他 開始就把之前 如期創所 同時創造出來的 立法、破法、四方法 破報是一個非常邊緣的 講一些非常次文化 青年次文化的報紙 發行量非常少 那四方報呢 後來發行量其實還OK 它還有賺錢 它是針對移民的 移工移民的這個報紙 因為台灣唯一一份 是可以有越南文不同國家文字的報紙 是四方報 那立報當然就是會講一些 比較主派的東西在裡面 那這三份報紙都 逐一的被學校挺開 那 這個當時學生就有很多的抗議 包括校友等等都有非常多的抗議 那從那裡就跟社發所 學校的校方就跟社發所有 不愉快的關係 那這不愉快的關係就是 他認為說都是我們搞出來的事情 都是我們去發動 去引誘 去威脅學生 然後學生才會出來亂搞事 其實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叫學生交報告都不願意交了 那 那 但是我想要講說 校園民主這些事情 基本上是一個 你不前進你就會倒退的 一個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 這是一個穩定的 你都不用做什麼事 校園民主就會直接存在在哪裡 從來沒有這種事 你只要不努力去對抗他 他馬上就跑到把你壓過去 所以這是一個動態的關係 這樣 那 私校特別在私立學校的結構裡面 私校董事會是非常封建 然後保守 封閉的一個系統 他可以內部自己換的 你也不知道他們到底開什麼會 那 甚至到 像 前幾天 18號的時候 董事會開會 通過了這個社發所的停召案 他要往教會不送 我們甚至都不知道 他待會開會在討論些什麼 也不知道他在哪裡開會 記者還打電話問我 公司的記者打電話問我 說 那秘書長 你知不知道董事會在哪邊開會 我說見鬼 誰知道他們在哪裡開會 也許也沒有開會 反正就是這樣 非常封閉的一個系統 但是他卻決定了校內 譬如說他決定的校長是誰 那在校內的權力結構裡面 有大學自治這樣的一個保護 那於是校長又決定了一級主管 行政主管 學術主管 所以他幾乎就掌握了學校 所以一個封閉的 外面完全不透明的 各董事會他決定了非常多事情 那所以為什麼 市校董事會總是出狀況 總是出很多事 但他又拿他沒辦法 在法治結構上 基本上有這個缺點 那一旦換本之後 他整個風氣學校後就改變了 我剛剛講的 立報破報四方報 逐一的被相繼的停刊 那原來說他想要的 當時這些報紙想要 從弱勢立場出發 來看台灣社會這樣的一種視角的東西 也就很快的被一個新的叫 立論原則所取幹 所以立論原則就說 那你這個報紙又不賺錢 我為什麼要花錢在這裡面 當時吳東前還講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話 說你告訴我這個立報到底有什麼價值 一份發行量只有五百的 到底有什麼價值 表示說他在看問題的時候 他看的是這個直接的立論 到底有沒有立論可圖嗎 沒有的話那你告訴我有什麼價值嗎 他沒有辦法 他這個人的水準或境界 所以他沒有辦法跟你討論說 不是啊 他是在聽過事團講話啊 他幫世新創造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啊 那外面會看到 世新是這個大學 我可以稱之為University 而不是一個專門只是教技術的這一個大學而已 他看不到這類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對社發所 或對其他的系所是以同樣的標準 是以同樣的標準 這個我也不得不配分 他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以一個同樣的標準 來看待所有的這個 你到底有沒有價值 你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養五個老師 然後你的學生 又在外面考試 然後你又 弄了好幾年不畢業 對不對 當然現場是有很多畢業的 好 那 所以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浪費 浪費金錢 的一個系說 這樣子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的聽照案 他講了一個非常著名的 叫做 你們的畢業率低 休學率高 然後註冊率低 等等 休業年限又長 所以他用這種話語來告訴我們說 他認為的價值就是要搬坐率高 對不對 就你進來 而且我們研究所是這樣 就是我們收兩年學費 那兩年之後 我們就繳少少的錢 所以對學校的利潤 舉象而言 如果你能夠在兩年畢業 對我利潤最高 對不對 兩年你都招忙 而且兩年你就走 你就再不要用學校的資源 那我們不是 我們就四年 對不對 四年 因為要當兵 所以大部分男生是可以四年 如果沒有當兵的話 那還得了 那比如說弄到六年 弄到八年 因為他就會去 每個學生基本上 在我們的觀點來講 就是差異都很大 我們希望每一個學生 能夠在他的這一段人生的過程裡面 去發展出他對他自己而言 有意義的人生議題是什麼 那這其實是花花很多的時間 因為我們得在實踐中去找到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 那做這件事的意義是到底何在 那他回過頭來念書的時候 他說這個書跟我要現在搞的事情是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他非常非常花時間 本來教育就是這樣 人的成長就是要花時間的 但是如果你把教育當做翻桌率來思考的話 那我們設法所的確是很沒價值 那在這一些這個設法所的學生也好 或是我們教導大學部的學生也好 就會在校內做非常多的事情 在周城湖上台之後 那做非常多事情 就剛講的力爆破爆四方包的停刊 然後還有我們校園的言論自由的問題 因為有些學生是貼一些關於力爆破爆停刊的一些過程 然後就被學校要求要下架 在海報牆上要求被下架 他們還是經過申請的 還是經過申請 因為我申請都本身就有問題 即便是申請過都還是被下架 那學生就抗議 學生抗議又是你們的設法所搞的 學費要挑戰 我們學生也反對 偶爾又是你們的設法所搞的 那我們學生去抗議董事會的利益輸送 因為董事會有一些利益輸送的問題 譬如說他遭受入生 那入生來因為時間非常短 他在外面找不到其他的宿舍 所以學校基本上都安排他的宿舍 那學校哪有宿舍呢 他一定是跟外面的房東等等去簽約 那他就發現這是一個好賺的地方 於是他們的董事 就周成虎太太 因為算前妻啦 他前妻的阿姨 用前妻的阿姨 然後在四星外面買房子 改建成為學生宿舍 那你就不是穩賺不賠了嗎 學校就會跟這個宿舍 跟這個房東 就是他的親戚 先租下來 那固定就會有親戚 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親戚 這是利益輸送的問題 這個也被翻出來 於是他 我又是你們司法所 那學生當時工會在強調 學生勞動者應該要勞健保的問題的時候 那學生抗議很激烈 還去跟台北市勞動局檢舉 他說我又是你們搞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學生真的在搞 我也沒有說不是 是 那堅韌老師的議題 也是算在我頭上 那問如何 這些議題都在刺激學校 是不是早晚要把社法所 終須一戰 我想他應該心理上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不斷的放出非常多的消息 就是說 社法所你們要不要併到其他地方去 併到社心去 或什麼 不斷放出這些消息 或放出說 我看這個誰誰誰 應該要走 其實就在講我 你快離開啦 之類的 放出這類的消息 這樣 那 放怕要幹掉社法所 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這樣子 所以 其實我們也 知道 總有一天 可能會面臨到這個狀況 只是不知道這個狀況 會來得這麼突然 為什麼說它是突然 因為我們 翻開校內的法規 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是也在做準備 那我們也知道說 呃 這個 停招這件事情 需要經過校內的一些程序 譬如說這個程序 必須要是從 呃 由下而上發動 至少戲所要去討論 說那我們提到之後 該怎麼辦 那聽到之後 老師會併到其他的科系 在戲所去 對不對 那其他戲所 跟我們的專長 符不符合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符合那就麻煩了 沒地方去嘛 那如果符合 那重疊怎麼辦 那課程應該怎麼調整 這些都要去規劃 所以 所以為什麼在學校內部的法規 跟教育部的法規也好 都需要 呃 老師跟學生去討論說 將來的整個方案 應該要怎麼調整 那如果老師不願意被安置 到其他的科系去 他就會被執勤 但我們學校也沒有安置 跟執勤的辦法 都沒有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 反正 雖然我們招生還不佳 那有可能就是 減掉我們的名額嘛 對不對 因為 這個減掉名額 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把名額給 那些招生好的研究所 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大家都能夠維持下 那我們也曾經被加過名額 因為其他戲所招生不好的時候 也會把名額加到我們頭上來 那我們就說 好吧 那我們也加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不加 那別人也會倒啊 所以我們也加 我覺得這種 名額之間 幾個名額之間的浮動 邏輯上來說 是我們可以承受的 所以我們會同意這樣的一種做法 但這一次 他基本上不是拆取這個 而且是一個 我說的embrish 就是突襲 為什麼突襲呢 因為在 消防會議開會之前 我們 當我們看到消防會議的議程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我們要被停召 那這個心情真的是很不好 就是說 怎麼議程裡面有司法署停召案 這樣 所以這個程序本身就出狀況了 就出問題了 那 同時在那一次的停召案 通過了另外一個法案 叫做 這個 所謂專任教師的安置跟之前辦法 所以換句話說 他是set好了 在那一天就是要過就對了 那一天就是一個陷阱 這樣子 那問如何 他就在那一天強力通過了 那學生在外面 舉牌抗議 他說學生是報名 然後 他沒看過 86的報名 他說我們是報名 太差了吧 我們這樣才算報名嗎 然後 然後這個 夏浩瑩那天是消防會議的代表 然後他發言 發言完 他需要去要求表決 那 夏浩瑩老師要求 有匿名表決 所以不準 就是要 大家要表決 那在消防會議的結構裡面 行政人員佔多數 所以他們表決就通過了 這樣 那在消防會議程序通過之後 就進入董事會 那董事會之後 就送到教育部 那教育部應該是3月左右會 合定 或是不合定 所以3月才是關鍵 應該是這樣說 那問如何 因為 他一旦一通過之後 然後司法所就開始有做很多的社會宣傳 很多的動作 於是學校就覺得說 好像他真的沒有符合教育部 跟自己校內的法規 說要事前去溝通 於是他就發明的叫事後溝通 他就寄了特級件寄到我們的信箱裡面來 特級件 就說 我們這個1月8號來溝通喔 那我們都不去 我說哪有這種溝通方法的 他說 你不溝通沒關係 你們的戲辦的秘書來溝通 所以我們戲辦秘書是有去溝通的 所以我們戲辦秘書是有去溝通的 而且他為了要讓這件事 趕快乘來落定 他自己發明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那個我們的戲辦秘書要 同時兼另外一個戲 就是他任何我們該去併錄的 那個社信系的戲辦秘書 他想要讓在行政的程序上 他已經先讓你打進你的信心 說你看你秘書都要走了 所以是這樣 好 不過如何 這一件事情 他發明了事後溝通 就又覺得說 這樣好像不夠 學生沒有溝通也不行 於是他學生 很多學生是在 昨天跟前天收到的掛號信 說我要跟你溝通 就是昨天跟前天 已經是1月20號了 好 那邏輯上來說 在我服務的高校公會裡面 有看過非常多戲所被停掉 被停招的這些故事 那大部分的戲所當然就 關心的是老師 他將來出路的問題 他能不能繼續教訓 能不能領到退休金等等 這類的問題 那我們事發所因為長期在外面做 所以有很多的社會團體也好 或是NGO團體也好 聲援我們 所以需要大概也沒有想到 他可能要關一個全台灣最難關的研究所 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社會上的支持 這樣 那 我再補充一個關於事後後庫的這件事 為什麼說它是一個ambush 一個突襲 因為 我們現在其實還在招生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招生是到1月31號為止 所以 你怎麼可能一個學校對自己 一個正在招生的戲所 中間 時間 在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要停招 他下一年度 你這等於是今年度你就不用招了 誰會想要去念一個即將被停招的 研究所 這不是開玩笑嗎 所以 我說它是一個突襲的邏輯在這裡 所以說 趁你還在招生的時候 他甚至今年就要把你幹掉 但你今年也招不好 這樣 那我想回過頭來說一下 就是大學應該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以我社會法所的經驗來說 我個人認為大學的社會責任 是非常重要的 那 在當今的世界裡面 看到資本主義的這種利潤的邏輯 這種市場的邏輯 蔓延在各種的角落裡面 在教育 特別是在高教裡面 也很難避免 所以有非常多的那種利潤的考量 那把一切的 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能耐 或所有的想法都放在 到底我有沒有直接擴動利潤這樣一個事情 那事實上我覺得這種想法 以社會法所為例 這個想法 如果以私信為例 是非常不利於學生的學習 如果學生的人生 或是這個教授的人生 只是為了 讓大家能夠找到一個好工作 大家就找錢 看向前看 那這樣的教育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社會法所比較長調是說 教育是希望能夠每個人 找到他自己的反向 甚至是自己的解放 還至於整體社會的解放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那所以我不太care 翻作慾的問題 我希望 每一個人 如果你願意 來 那你念多久 只要在學校規範的範圍裡面 譬如說八年 哇 不care 我從來 或是我手上老師 從來不會去三不五十 就打電話說 欸欸怎麼不來啊 不會 你不來你家是嗎 你自己去想清楚你要幹嘛 這才是重要的 那 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想像 這樣的一種教育方式 這樣的一種教育方式 在社會法所本身就已經存在了 我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 在進行任何應該的教育事件 以上就簡單的方式 好 我們謝謝阿亮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到 我們國文老師 可以談一下 一樣作為東吳大學私校的老師 然後怎麼看這件事情 和他對於董事會的觀察 和他教育會的觀察 好 我們謝謝廷豪啊 謝謝阿亮老師 那 我是有點 好挫長 因為 就是上個禮拜跟我講的時候 有人在外國 他說來參加一個座談會 我就同意了 我不知道這叫批判理念 學法律怎麼會有批判理念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把人家 我們叫做 學法律的過程就是把人家 就弄成訓練有數的狗啊 所以我們就是 一個訓練的過程 所以說 這個人當然有批判理念 不過 他講說 我看到 我本來想說這個阿亮老師 會不會低潮 或是怎樣 我看他那種 這種這個 振奮的樣子 我就覺得 我馬上叫助理說 趕快 因為我這個 有做 見過幾支周成武的他名片 趕快去找一下周成武的名片 趕快去找一下周成武的名片 我就打電話跟他講說 拜託一定要留住阿亮老師 不避免讓他在外面流川 對 因為這個 社會發所其實對我們社會運動而言 其實 或是對整個社會的整體而言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是有 顯著了貢獻 那 這件事情是 其實當然我們不需要去吹噓自己 他在講說 這個 他算不算暴民 他應該 他舉了八六例子 我想 其實在場很多人是啊 對不對 陳丁豪是不是 是啊 我看到陳丁豪 我都想到一個畫面 你知道嗎 他在那個三二四門口 在那邊講話的畫面 那畫面都會聯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國小看到那種 廣州磁疫當中的 那種 我想說 天啊 那種想像當中而言 就是有一個在喊衝刺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這不是國民黨教育 我們說廣州磁疫當中 偉大的革命夜市 都是在幹這種工作的嗎 對 那 我其實 這個議題我會覺得說 也許我其實對於這個批判 那個社會事件 我是有點距離感 不過社會事件其實 科技部一直在強調啊 還叫人家去申請計畫 真的啊 教育部 教育部有一個叫做 人文創新與社會 社會事件計畫 真的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都在世界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推廣說 教人說要公民參與一大堆 參與的事情都覺得 我都覺得 參與一件事情好像很好啊 其實我覺得 我們有時候也有很多事情 那 我會要講 因為這件事情是說 我自己也是私校老師 不過有時候用東武的 來看事情的狀況 因為東武沒有一個家族在掌握 所以 我們是相對而言就是沒有他上出的問題 那 當然就是說 其實我講的大方向上面來看說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 台灣 我常常在我的文章上講說 外國沒有發生 我們把國外的制度引進來 結果國外沒有發生問題 很多會發生問題 第一個 我們有可能制度引入的時候錯誤的 寫錯了 寫錯有可能是真的寫錯的 就是我們弄錯的 第二個是 我們故意給他弄錯的 就是 故意把裡面應該要有的東西 在書紐上面把它抽離的 在抽離的過程當中 掃了這個東西 大家覺得說好像不是很重視 可是 其實 那可能才是人家關鍵所在 其實我們把大學自治 然後教授自校引進來的概念而言 其實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 到底教授能制到什麼學校 然後呢 大學自治 到底 自治什麼東西 其實 我們 我一直覺得 我們雖然講這兩個概念 教自教大學自治 可是 我們會發現我們有很多有趣的現象 為什麼 大家很愛選校長 從國立大學到私立大學 沒有一間選校長是選得非常平衡的 大家可能因為很多同學 或是在座朋友 如果不是 就是雖然是同學 或是是學生 你可能不是在直接高校服務 基本上選校長就是一個精險的過程 你會收到一堆黑函 對 就是會有莫名其妙說 選院長選校長都會收到一堆黑函 就是 因為原則上面來講 你會收到黑函 是因為你有權利選 你沒有權利選就不會收到黑函 因為人家不需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那你有權利選的話 就是 不管你用零選機制 或是說有些學校裡面規定說 在零選之前 必須要經過校務會 像台大就經過校務會議的投票 那有些學校是要經過全體的 教師的投票 然後呢 所以呢 變成這個黑函滿天飛的狀況 其實是蠻常見的 就是 我們選校長好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把校 我們明明叫零選機制 零選其實跟直選不太一樣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設想的方式是 藉由零選委員去選取一個 選擇一個適當的人選 而不是說大家喊來投票這件事情 那照理來講 這想法應該是要選擇一個優秀 可以領導學校的人才出現 當然我們要先問 為什麼要領導學校這件事情 之前呢 就是為了台大沒校長的時候 記者有來反過我的時候 我說台大沒校長 可是台大沒校長 他覺得很嚴重 我就說為什麼很嚴重 大家可以工作是不是 台大沒校長 大家還是要上班 上課 因為台大沒校長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台大學生 因為台大沒校長 沒去上課的同學請舉手 沒有 因為台大沒校長 你就去上課的同學請舉手 也沒有 不會因為台大有校長沒校長 影響你上班上課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一樣 每天要工作 該上課 該做的研究 該報的計畫 該開的阿薩布魯的會 還是一大堆 對 我們沒有 因為說沒有校長 可是為什麼選校長這件事情 或是說 還沒有 有些學校不只選校長 現在選院長 也會發生的問題 最近發生的正義是 台大醫學院選院長 大家如果有看報紙 台大醫學院選院 那 我們不能每次都拿醫學出來 這樣人家說我跟他有成見 我們交大這個法學院 科法學院以前也發生爭議 所以說 剛好我們畢校也發生爭議過 所以 我們為什麼要 因為我們現在的機制當中 基本上來講 選上校長 其實他還是有很大的行政權的空間 我們剛剛提到說 校務會議的決定 校務會議當中 我們目前依照大學法的規定 其實學生代表是多少 十分之一 大部分的學校就是給他規定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百個人 十分之一才十個人 我們給他十一個人 那老師呢 老師是二分之一 他說超過二分之一 原則上我們就是二分之一 那也就是剩下的是多少 剩下 剩下大概百分之四十 我們叫組織的人 基本上來講 原則上都是主管 所以在學校裡面 你交付校務會議當中 投票的項目當中 基本上來講 校長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機率一定會過 另外呢 他再去影響那二分之一當中的教授 那五十個教授當中而言呢 第一個 有些人認為可能應該是正確的 有些人是因為校長的緣故去支持的 所以他隨便一拖他都可以有超過二分之一 特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可能 可能因為我們畢竟是老師 可能跟學生還是有點距離 有些議案其實是衝突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有些議案其實你會覺得 學生怎麼提這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出來 或者說學生提的你也沒興趣 不是莫名其妙 真的會覺得莫名其妙是關你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不會感興趣 那我們不會感興趣的時候 你怎麼叫這些老師說去支持學生的議案 他可能會受到學校影響說 對 學生這件事情真的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不會 我們還是跟學生的想法 還是會有點距離 所以 就變成學生的議案 你會發現 你學生想要提什麼案子 或是學生想要支持什麼案子 特別在校務會議基本上成功的距離 其實不高 其實不高是因為他就只有那十個代表 那這十個代表當中 通常各校會規定說 學生會不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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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有些 就是有固定當中 會有一些固定的成員代表這一類 所以 我們本身的結構而言 就讓校長其實在 處理校務會議上面要經過的討論當中 他其實相對簡單 實際上來講這40% 30%到40%當中 很多系所主管 基本上他們應該在校務會議當中 不是出席代表 是列席代表的角色 是列席的 例如我們常講的商長 商長應該是來列席報告 怎麼來出席投票 副校長 這一類其實這些被任命的人員 基本上來講 至少我們不確定學術主管 是不是啊 因為學術主管 在每個學校狀況可能 在很多私立學校 學術主管是 還是校長在決定的 那 如果在國立大學 或是像我們自己 學術主管都是我們學的 那 可是行政主管的話 畢竟都是 校長被命的 那 這些人其實 在校務會議當中而言 他應該扮演的是 列席報告的角色 怎麼太參與投票了 所以我校長當然我就固定 就有 20個主管的票 都在我手上 我們都 可是校務會議一年 大家都只開一次喔 一個學期啦 只開一次了 那到底 我們用大學法又規定了 重大事項要有校務會議解決嗎 沒有 我們沒有什麼規定說 一定要校務會議解決 所以我們絕大部分呢 很多學校 在校務的 學校的章程上面而言 其實是有規定 行政會議的 所以 行政會議其實真的就只有 行政人員 就是行政主管 跟學術主管 就是戲所主管 他會去參加 那這個會 絕大部分都不是投票通過 可是這個會 其實對 學校裡面的很多事項 其實 影響性是非常大的 就像 東武有一個 這幾年一個 大家都非常討厭的變動 就是 我們以前中午休息是 12點到1點半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12點到1點 因為呢 我們的藉口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成立 跟人家成立一個悠久聯盟 那別的學校都只休息到1點 那我們為什麼 休息到1點半 公主你不能休息到1點半 我就考不清楚 對 我都考不清楚 休息到1點 跟1點半 這個 這個 晚上課晚下課 我們又沒有說 因為晚 晚上課 然後大家就偷減時數 那偷減時數 我們就算了 我們也沒有 晚上課就晚下課 可是 大家為什麼會 第一個我們習慣那個作息 第二個就我們自己覺得 校區 中午用餐的便利性而已 或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都覺得一個半小時 比較合理 然後大家就說 因為我不知道事情 哪有什麼 是休息一個小時 對 所以說 我們要去學人家 我們說為什麼不學人家 好都要學人家壞 好啦 休息一個小時 可是我覺得休息一個 這一點就是其實在行政會議當中通過 所以 那行政會議通過 有些學校的行政會議還寫在帳程上面 就是說至少在學校的組織規程上面 是有行政會議 甚至有校長其實 除了組織規程上面應該開的行政會議 因為他覺得什麼 他覺得學術主管他不能控制 特別國立大學就是 國立大學的學術就是學院系主管 不是他決定的嘛 所以叫這些院系主管來開會 簡直是什麼 來拆台的嘛 所以呢 我不要 我就再開另外在一個領務當中 我只叫我的行政主管來 因為行政主管全部我認命的 原則上面來講 就跟行政院運會一樣 我說讓他過就讓他過 我說不讓他過就讓他過 那其實我們絕大部分 就用這種不同的機制當中 去掏空了什麼 校務會議的職權 所以當校長好做啊 因為你說規定要經過這些 大家共識當中 必須要有分層治理當中 要有老師代表 要有學生代表 甚至我們現在要有行政人員代表 要有研究生代表當中的會議 所通過的一些項目 我不需要嘛 那我們現在講說 其實不需要會造成一個問題啊 如果實際決定了研究生事項而言 那研究生事項 實際上有很多學校 其實研究生代表相對來就更落實了 尤其一萬八千個學生 有一萬五千個學生是大學部學生 三千個學生是研究生的時候 以這三千個學生的權益而言 當然就會跟一萬五千個其他的大學部學生 也可能發生衝突 你去表決一定會講出人家 為什麼人家連理你都不理你 可是我們就用這樣的制度當中 然後最後我們走向的這個 這就是大學姿勢 然後我們台灣還有很多課出現 我想很多學校都有 現在慢慢大家聊 我們明明受的是不同的教育 你要得到的是理學士 他拿的是工學士 我拿的是法學士 有人拿的是社會科學學士 為什麼我們有全校共同必須要去休息的科目 全校必須要共同通過的門檻 例如語言門檻 我就不能理解 不能講英文是怎麼樣子 對 而且說真的語言門檻沒有用 只要劉博學之後 今天才有學過 我說 他說要去美國念書 德國念書 他說我說你語言好不好 他說不好 我說沒關係好不好其實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多不好為什麼 那時候才不好 寫的時候才知道不好 你寫 你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才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英文學了十幾年 寫起來跟國小的一樣 人家 我們閱讀出來的東西都是 整邊都是文章 我們都只會主食動詞 在腔腔湊起來 I am 什麼東西 這樣子都很明訊 對 可是 我們 我跟你講講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共同的當中 大家要通過 我包含 這個什麼 很多學校都還有什麼 國文課 像我都每次都 我就不懂 國文課歷史課跟體育課的意思 我不是說不重要 我認為大學應該開這些課 給大家來上 就是說 體育課要不要上 要上 是不是強迫大家去上 是 開給大家 開很多不同的體育課 希望大家都要去上 而不是強迫大家去上 而且誰要去上 連大學老師都要去上 因為大學老師都不運動 我的運動是真的運動 就是 對啊 因為我們以前在德國 確實啊 他是希望大學老師都要去運動 所以 運動 基本上來講 基本上這件事情是 所有人都要去的 可是我們變成是一種 義務 當你去選擇這種課程的時候 很多人是覺得說 我就是不想去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的大學 變成一個變相的一種說 其實我們還是一種是 我們有沒有打算讓學生自我思考 還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跟他變成大型的法學 我們就詢話大家 變成訓練有數的 這樣子 所以你們就是按照我的訓練的機制當中 你就按照A你要上什麼課 B要上什麼 C要上什麼課 你們就知道這些上課啊 我叫你們就要通過A語文標準 你要通過A語文標準 B資訊標準 就要資訊標準 下次叫他去 我當校長已經叫他去什麼 學 那個 昆劍 昆劍跳火圈 這一類的啊 因為我覺得大學出來感 已經學點雜耍了 還有成果 所以說我們當中而言 就是說 其實 你會想想 我們現在發生了這麼多問題 像這個關系所的問題 我突然想講一個對岸的例子 對岸這個 因為我一個 德國練書時代的一個好朋友 他是中國人民大學 如果大家知道人民大學 算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他系所被關掉他超高興的 因為他本來是黨史系 中國共產黨黨史系 然後系所被關掉的時候 他被分配到國際關係 他覺得人生光明 他說他練黨史 他也真的覺得 這個到底要 沒有他自己想說 我們這個本黨的歷史 到底是不是講真的啊 講真的 我那時候在德國 我說你不要問我這種問題 你要問你的黨問我 我怎麼跟你講說 你的歷史真的 因為我的 我說 因為我們黨 我說國民黨 我們的黨都教我們 你們是壞人 我們不確定 你們是不是真的是壞人 你們要問自己才行 對 可是我覺得 他就是學校也是 漢南觀的一個系所 我就說 那很奇怪一件事情 我說 我們大學自治的方法 就是要教授自校 我們適不適合用開校會議的方式 就是說 這個系所不要存在 其實當然 這個 世新的設法所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為什麼 因為絕大部分的學校的政策 我們要面臨超級化沒錯 可是希望都要讓每個系所 不要收起來 為什麼不要收起來 一旦他收起來之後 以後要成立這個系所 要恢復的時候 你就很困難 所以希望說即便呢 就像我們東武有幾個 其實歷史蠻有求的科系 像中文系 東武的中文系 是有博士班的 你可以中文測到 施力測到博士班 表示 他其實是一個很歷史 有求很龐大 那東武中文系 培養了很多人 可是說真的一件事情 現在要練中文的人 真的不多 他每年當年 他有三十個還是多少個 碩士班的名額 早期比我們法學人還多 可是他每次收可能 每年都是來三個 來五個 可是三個五個 你也不可能把這個 碩士班收起來 你知道嗎 你就是要想辦法 至少要維持他一定的存在 因為不能讓他收起來 收起來就變成 以後你要存在 這就沒有歷史了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部分是 你要收一個系所 人家基本上來講 校友會看中 剛剛有足教大的同學 不是在說嗎 你要收一個學校 人家會抗爭你 對 然後呢 我一定會去跟校長講 你不知道他們的效果 就不及了 我去幹嘛不要收 收起來 他會對你沒感情 這件事情 對 可能他會覺得說 都是像 挺好這樣子的話 我當然還是 收起來好了 沒有啦 因為其實 你會發現 我們絕大部分的變動而已 其實 就是系所 或是學校的變動 例如有病院校的變動 其實校內的抗爭 校內的抗議聲 基本上作用不大 通常是校偽有的抗議聲 作用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校偽有的抗議聲 其實另外代表一件事 他對學校的感情維繫度 講得倒實了 就是 其實他未來可能對學校的貢獻程度 他會覺得說 這個其實是大家要經營的 任何人失掉一個系所 其實就會變成 你跟這個學校感情不在 就像我研究所是台北大學 台北大學搬家之後 很多人就 對台北大學是沒有感情的 就中心大學畢業的人 在學校 我就有一次 以前跟那個 他就台北大學 我就說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是啊 他就跟我說 就是任何的一種變動 都會讓他對當年這個學校的感情 其實是中斷的 所以 為什麼 絕大部分的抗爭 後來最後結果 校友一旦出現的時候 其實對學校的影響其實非常大 因為這個其實對他 其實還是有資源上面的影響 所以 那我 那他怎麼會 就是說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說要關學校 用校位移的方式來關學校 實際上來講 我們為什麼會有大學自治這件事情 是因為 我們其實法條裡面憲法裡面 沒有說大學一定要自治啊 我們憲法裡面是說要學術自由 是因為我們每個人有學術自由 所以我們每個人有學術自由 之後我們去組成的成 我們去組成這個組織體 才需要有自由 因為你們要有自由 所以說才會有自治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不需要有自由的話 你們也不需要自治嘛 那 所以原則上面來講是 是依附在越小 因為你是依附在人 你的個人身上面 而這個個人組成的 第一個組成品其實是戲所 所以其實在大學自治當中 最基本上最重要的要求 其實是在你的戲所 如果你的 不然的話我們每個人發的學位不一樣 發的學位都一樣就好 為什麼還要幫你發說 你是理學士 你是法學士 因為我們的學門是不一樣的 而你的學門當中 每個學門在做你的人才的培育當中 也必然是不一樣的 我就是專門訓練訓練有數的狗 他就是專門訓練有批判的人才 所以我們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做的方法 當然他不能決定我的事情 我也不能決定他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會憑什麼去幫人家 決定人家要怎麼訓練人才 所以我很討厭一件事 你學校不能決定 可是一個學院或是同一個學門當中 當然有可能就大學 就一個學院 他當然可以去決定說 我們學院裡面有共同 必須要完成的學業或是什麼 因為你既然是同一個學門 你就有一些大家可能可以 要達成的共同的目標 那你要同一個學門之下 我們可能在戲分到我們學系的時候 戲上也可能會發生說 為什麼我們要必修要選修 這就是因為我們的培養的人才的方法是這樣子 所以每個戲所是不一樣 所以我就不能理解 全校要共同要去上中文課 這個不能理解 憑什麼要叫唸台文所的也要上 台文系的也要上文 我就覺得這個是中文系的要上文 當然啦 所以我們就 因為我們大學裡面的解構而已 我們沒有真正讓他自製化 我們就是把他講的另類的機關 所以只是說我們在法條上面還是說 他看起來好像有自製 他好像比別人 可是其實沒有 我們整個結構當中而已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設想 沒有這樣的變化 也沒有打算說到那 那所以當然選校長是一件多的 因為我們只是用一個符像當中說 你們可以教授知校 那教授知校的時候選一個校長 那說真的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 最核心的當中而言 學術知識的單位 應該會到系所而言 說實在的選校長沒有那麼重要 是選系所的主管 可能還會比選校長更重要 校長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校長其實 就像有些國家 為什麼選校長那麼多 校長應該請一個專業經理的人 當中來管理 例如像總務長的這樣的角色 為什麼 他可能要管理學校裡面的 這些設備儀器的這些 那你可能就會發生錯的 你的行政人跟學術上 可是 這些專業經理的人 他要扮演的角色 他本來就不是 帶領學校全校進步啊 為什麼我要帶領 一個台灣大學 有十幾個不同的學院 怎麼讓他們同時共同的說 我要達成大家共同的目標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一個不管你是學 以前學醫科的 或任了學電解的 海大知道現在學的經濟的校長 如何去說 我要帶領電機學院 學經濟的校長做法 帶領電機學院 讓他進到全世界都會怎樣 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荒唐的一種說法 可是我們現在為什麼 因為 這個是國家要求的嘛 所以我們要批一個評次啊 跟人家講說 我們要怎樣子 要有多少的排名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已經是 你原來的學術的意涵 而我們其實大部分的 這個都連結到那裡 那你說當校長很苦 當校長還是蠻苦的 幫助校長說一下話 校長要去煩惱錢的問題 所以當然很多事情都是錢的 所以少子化的過程當中 他會有一點辦法 那為什麼會煩惱錢的問題 剛剛講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國家當中 不給大家足夠的錢 來處理一件事情 我們不把國家交代的任務 跟你學術自由當中要做的研究 去把它混在一起 就像科技部當中的科技預算當中 有一部分呢 是你自由申請的 我們所謂的專題研究計畫 每年年底來一次那個 問你說你的跨林有什麼計畫 就是有科技部計畫 對我們大學老師說 請問你跨林有什麼計畫 就是 有嗎 有科技部計畫 就是規定一月二號 上班前下午一點之前要交換 OK 好 那要趕快提出申請嗎 就是 那 可是我們還有很多 其實是國家政策導向之下 要去做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其實 不是我學術自由 是你應該是 你政策導向 你是拜託我去做 例如我們現在在講的是南向計畫 南向這件事情 我跟這個 東南亞學校國家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跟這個地緣關係 叫我們說 現在要去做一個區域研究去研究 說 泰國到底是戶權有陰性還是無陰性 泰國的抵押制度到底是什麼 你不用花錢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不是說我瞧不起人家 因為我學太文心裡困難 那你要不要 這個 可是你不能把它灌到 什麼 灌到我們的研究經費裡面來計算 這個是國家要發展的目標 然後去委託這些大學老師說 那我們現在有大學 可以請大學幫我們研究說 我們現在要 新南向 有六個國家當中的區域研究 那我可以 我如果有心有餘力 其實我 可能我的區域研究專長是白歐啊 那我 我就是 因為 可是你需要我們來提供這樣的 因為大學老師 如果你認為它是有社會服務的義務的話 那我們 用我們的學術能力來幫你做 可是這個不應該在你的科技的計畫裡面 當然 可是我們絕大部分 我們就有很多 那換起來說 我們一年提供了 可是你會發現 有很多導向型的研究 其實你都沒有興趣 我們現在的綠能研究 重複做 我很危險出來 我都 你拿我做一次就好了 你要做路 你要做什麼 真的 綠能很重要 我認為很重要 可是很多事情是重複做 就是 我們有很多計畫 會變成一件事情是 國家要導向 可是要做 衝進來 可是要弄出一件事情 科技部要弄出一件事情 大家都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好 柏惟老師你還有30秒 OK 所以我們就整體而言 我們要想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整體的法治上面 有一個循環性說 循環讓一個學校裡面 沒有脫離一個行政機關的機制 所以說讓這個行政機關一直的存在下去 然後呢 我們不管是大學裡面的老師 大學裡面的學生 其實我們只是這個行政機關當中 被控制的一員而已 那其實對台灣未來的 不管是學術發展 或是社會發展 都不是一個正面的樣子 我覺得利用市新大學的社發所 倒是 我們這件事情 倒是可以把這件事情 拿出來談 尤其阿亮老師 又這麼堅強的時候 更值得來談這件事情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好 我們現在就跟我們鄭亮老師 談了一下 本件社發所的經歷 然後市新大學內部的 權力解剖狀況 那胡桂惟老師提供了另外一個 權力的分析 包括校長對校務會議 和各個行政會議上面的手段 和也反省的大學知識這件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會請到 王振英文老師 談一下說 在整體社會中 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學 和這個社發所這件事情 所帶持有這個 批判理念為主的一個細索 對於整個社會上的貢獻等等 我們接下來就掌聲歡迎鄭英文老師 我覺得站起來比較看得到 來的人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批判知識分子 那這一次市新社發所 裡面所有的老師都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這次市新社發所被停招 我覺得對於整個台灣批判知識 學術界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在台灣批判學術界 有三個重要的基地 台大承鄉所 福大隱形 世新社發所 都是強調社會實踐 那世新社發所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對於整個社群來講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那個基地的沒有 對於一個 不在這個基地的 批判知識分子來講 你不見得教到你想要教的學生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 想辦法 把他們政治化 或者是 看怎麼樣可以把他 搖動一下 那有這樣的一個團體 其實是重要的 那因為他就是把 這一個精神 創造一個平台 然後以這個東西作為號召 對於任何一個批判知識分子 能夠在這樣的基地教書 我覺得是幸福 那失去了這樣的一個基地 其實也代表了 我們整個大學教育 失去了對於 大學教育一個很重要的想像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想像是什麼 我曾經聽過 然後 露西在教書的時候 她上課她會先問學生 你們有沒有問題 如果學生說沒有問題 她就說下課 為什麼 她說因為學生沒有問題 就代表她沒有學習的需求 如果學生沒有學習的需求 那幹嘛還要上課 我們待會要問什麼問題 所以可以跟老師繼續談話 對我來講 這個故事是一個傳奇 所謂的傳奇是 對於一個教書的人來講 我要把學生變成學習的主體 我不要讓學生坐在下面 他就只是想說 今天老師要講什麼 我不需要做任何的準備 我就只要聽你來表演 他就把自己變成一個課題 而不是一個學習的主體 所以這個傳奇 就讓我不斷在想說 我的教書有沒有把學生變成主體 還是呢 我在教書的時候 教完之後就問學生說 有沒有問題 然後學生聽到這句話的意思 就開始收書包 因為他們沒有覺得 他們要提出問題 所以每次我問學生 你們有沒有問題 我那時候其實就會閃過 Lucy的傳奇呢 我到底在教書裡面 創造一個怎樣的課堂 那這個是社發所的傳奇 其實這個傳奇不在於 有多少人來念書 有多少人多快畢業 或者是念多久 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說 如果一個學生 一輩子有一次的機會 經驗到自己 是一個學習的主體 他的經驗是重要的 他要從自己的經驗裡面去提問題 那個對他來講是一輩子改變的經驗 不要很多只要有一次 對一個人來講就是受用一輩子 如果社發所消失了 也就代表這一個傳奇的失落 那對於整個台灣的社會 都是非常大的損失 不過這件事情發生 讓我想到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是社發所 不然不會有這麼大的 反彈的力量 我在想如果它發生在 政大社工所 我覺得我們的學生 一定會很快的發揮社工員 的這種適應的能力 很快的 很快的就會接受這個事實 克服那個難過的心情 來安慰老師 說這個學校太爛了 也還有十年可以教書的時間 趁著這個時候趕快 學生可能還會更好一點 幫我蒐集資料 拿個正在教老師 身體趕快 你把資料給我 我幫你投履歷 這老師有錄影 有直播喔 沒關係 我是在那樣子的一個 系所教書 當然我覺得這些學生很可愛 但是我知道他們對於 把台灣變成一個更公平的 社會沒有太大的幫助 但是他會對於在這個 不正義的結構裡面 受苦的人會是一個很好的安慰器 那這些學生如果裡面 有一個有兩個 有可能像是一間社發所的老師 或者他們教出來的學生這樣做 我就覺得 我還不愧於自己 說自己是這個批判知識分子 所以我覺得我也要感謝 事情社發所 這次真的還好是你們 讓我們能夠有機會 對於現在的高教的環境 有一個整體的反擊 跟發出不同的聲音 那第二個我想要講的是 我覺得不只是世新大學個人的問題 而是整個高等教育被工具化 跟被商品化的結果 你光是看他們怎麼談教育 他們談的是錄取率 報告率註冊率 什麼退學率什麼畢業率 對他們來講就是數字 但是對學生來講 這是一輩子的經驗 一個人一生到底寫幾本論文 我常常跟學生講說 你到底是要很快的畢業 還是要寫一本讓你引以為傲的 你願意分享你的論文 你到底要學哪一種 如果你要很快的畢業 但是你寫完之後你就再也不想看 那當然可以很快 但是我想每一個人都希望 自己能夠寫一本好的論文 我覺得重點是在這一些數字之下 學生到底在學習經驗到了什麼 就越來越不重要 反而是那個數字 好像財務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越來越沒有空間去討論 到底我們學習 我們在大學教育裡面 問的是誰 那我覺得這些KPI的始作俑者就是教育部 教育部怎麼管理下面的大學 他是怎麼樣實施大學評鑑 我覺得世新大學之所以今天敢這樣的說話 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單位從上到下 就是用這種語言在彼此的溝通 而且才會讓世新大學那麼的理所當然說 他們50%不到所以我停停 我讓他們停招 所以我覺得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談的是說 那到底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我回來當大學老師 我在我的臉書上面寫了兩句話 我說我現在擁有一個最安全的工作 我現在想想好像還蠻天真 我有一個最安全的工作 我以為這個大學老師是這個最安全的一個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太是 不過呢我覺得我就有責任去做最危險的事情 包括了去問這個社會不敢問的問題 我覺得世新社發所就在做這件事情 他鼓勵他的學生去衝撞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去說出別人不敢說出來的真相 所以我覺得世新社發所對於這個社會來講 他實踐了大學教育的真理 因為大學應該是他保存了這一個社會求知的勇氣 能夠去問這個社會已經事故到不敢去問的問題 大家都在迴避的問題 我想世新社發所會被世新大學討厭 也是因為他們的勇敢 更重要的是說 那一個求真求知其實就是學術自由的真理 剛剛其實胡老師已經對於那個大學自治跟學術自由之間 有了很好的論述 我覺得同樣的我們也在捍衛這個東西 當我在政大社工所 我一個學生他想要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的所長認為這個不是一個學術問題 提到所務會裡面來討論 大家就說這個不是學術問題 你應該用什麼樣的研究設計 反正給我們一大堆的意見之後 我只回答說 我們是不是要開這個例 以後我的學生做這個題目 用這個研究方法我們都可以提到所務會裡面來 大家來表決通過 如果我們開 我說這個是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底線 如果我們越過這個底線 我們就越過了學術自由的底線 我們不讓別人問問題 我們不讓別人用它認為合理的方式去回答這個問題 那當我提出這個研究的問題的時候 索套老師說沒有啦我們只是給點意見啦 那給你們參考一下 他也知道那個東西一旦我們開始用所謂的表決 來介入我們就失去了那一個求真跟求知的一個大學的精神 所以我想我最後想要呼籲的是說 事情社發所不要讓它失去 因為他們代表的是台灣大學教育重要的想像 請大家報名事情社發所 然後呢最重要的是報名費 如果有老師推薦的話就免費 比如說兩千八你就省下來 但是同時呢又可以做一次有意義的社會實驗 已經繳費了就已經太晚了 所以這邊特別要提出來說 如果你要做這個社會實驗 記得說是正亮老師推薦 應該對你沒害吧 沒害沒害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 請客要的提到大學的 在對於這個社會所貢獻的精神 還有提到報名的事 那我今天來請到林柏儀高教公會組織部的主任一談說 那高教公會做為一個 做一個 學校內的老師們的組織 或者是跨校的老師組織 對於校方被視為知方的這個代表 那高教公會會有哪些行動 跟他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來 請柏儀 很高興今天能夠在哲學星期 非星期五 跟大家來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 今天來齁 不只是說因為我們秘書長就是 高教公會 就是四星社發手的老師 那更大的原因是 實際上 不論說 我在高教公會任職前 或者說我還在當學生 大學生 研究生的時候 對於社發手 其實就有很強烈的一個感情 或者說有互動 我還記得說 那個年代 在我年大學的時候 大概是2000年的時候 我們在大學裡面參加 這個所謂意義性的社團 我那時候在台大參加大學新聞社 在大學那個年代做意義性社團 我們常常是感覺到非常的孤單 我們在學校裡面呢 辦社課通常都很難 沒有什麼人要來參加 就是說 我們大家在學校裡面 有時候在學校裡面抗議 抗議抗議 要被學校記過 大家可能還在想像 在2000年這個年代 因為到學校裡面抗議 還會有被記過的事情 然後找老師在連署 不知道找誰連署 對 或者說我們要找社課 要找講師的時候 要找誰 不知道要找誰 就很常都會被社發所連署線 對 今天好像我剛有看到信型給我來 這個真的要特別感謝大家 像是社發所這個陳信型老師 我們 談學生運動 會找信型 反高學費 我們記得也有找信型 勞工運動找信型 然後那個 那個抗政 那個 那個 亞太的那個 那個叫做 正 對 就是尼加拉瓜的那個 年金 對對對 那個也是信型 還有 制裁權MP3 也是找信型 對對對 但不只是信型這麼萬用 還包括說 其他老師啦 小卷啊 後來阿亮再回來啊 都是 呃 我們可以感受到說 哇 原來 其實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不只是說 所謂 不只是盲動啊 雖然我們大學的時候 很喜歡講就要盲動一下 但是其實你會知道 背後是有知識基礎 這些東西在學術裡面 在社會裡面 在整個政治經濟分析裡面 是有它的一整個光譜 左派的光譜 那只剩下因為台灣長期以來 因為這個白色恐怖 因為左派的思維 因為共產主義被壓制 各式各樣的原因 所以這些東西在大學裡 我們都學不到 我們在大學裡面 念社會系在那年代 是沒有在 太多考慮這個 不要說念政治系 不要說念經濟系 我大學念法律的 的確 完全不會考慮這件事情 對 但是我們在社會組成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 欸不一樣的出路 或是都更廣一 包括整個 那個時候開始有一些 這種 批判的啊 社會運動的啊 台灣社會研究啊 這些東西都沒有幫助 那除了老師以外 我覺得同學也是一個 很值得談的 就是說 在我那個年代 我看到一些學生 他們會去報告這個聖法所救護 你會發現那邊的私生關係 跟我們在一般大學裡面看到的是 很不一樣 當然一個原因是說 去念書的人通常 年紀可能也不小 二三三 就是相對於我們這種 通常是大學畢業就去念研究所 在那一代 其實很多是已經有在做社會運動組織工作 然後聖法所運業在1997年才成立嘛 然後後來有一個可以到校園裡面回流進修的機會 那很多人就是在社會運動組織工作 所以我記得整個的這個氛圍觀察到是 那整個社會運動是真的是 比較相對我們在大學有平等 我們在大學裡面當研究生的經驗 那我面對老師 我們現在都講 那我老闆 對不對 就不要得罪他 我甚至還聽過一些 因為社會學 我做資本後來的社會學 我的朋友 然後 老闆去研討會哪裡 他那種地台 然後要點頭 那不是老闆叫他這麼做的 但因為他覺得那是他老闆 所以他就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一種非常的不安全感 我覺得這不是少數人的感受 是我們台灣當學生多數人的感受 你會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擔心著老師會不會討厭你 你會不會黑掉了 你會不會就是避不了業 有時候都要自己嚇自己 因為其實這年代 老師被開除的機會應該比學生 畢業也還大了 你真的是這樣子 我剛剛會認識到 那學生那種不安全感 從小教育裡面 面對老師作為那個有權力的人 我們的不安全感 在書發所裡面這件事情 很明顯是大幅的瓦解了 我覺得後來我到了這個 回來在公會裡面工作這五年 我也看到說 社會所其實有一些轉變 社會所的這個組成的學生呢 因為隨著第一代可能比較多是 剛才講說成立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在90年代 在社會運動裡面打滾的經驗 然後進入到社會所 到大概10年以後 越來越多人其實可能 或者說05年之後就比較 就是說 他是一個 可能過去不一定有這樣的一個 社會運動直接的背景 但是他 他進入到了這個地方 開始來探索這件事情 我掛到社會所的研究生 變得更溫暖 他們變成是一個很緊密的群體 對 甚至我聽說有種說法叫做社發村 就是說是一個很 對他們在裡面是會集氣 然後一起來 說來我們去哪裡去衝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也是蠻不錯 因為通常在社會運動裡面 的那種能無我的關係 有時候是比較緊張的 談論的理念 變論的路線 這些也都很重要 但是社發村他提供一種 比較溫暖的一種 講究一種 共同一些努力的 我覺得那個氛圍是 有時候蠻常繞的 蠻感動的 那這樣的一種 溫馨有沒有 讓他們在批判上面打折呢 我曾經有一點擔心 對不對 社發村我好像比較是 我已經取靜了 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們在搞社員這樣 但是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在近期裡面感到最感動的一件事情 是 2016年的年底 勞工運動 為了要反對民進黨 要砍勞工起天架 第一次勞基法修法 在他們的宣稱裡面叫做 一修修法 我們宣稱就是 砍七天架修法 砍七天架的修法 事情是要發索 我還記得那天在立法院側門 正江街的側門 到了一整天 因為總立法院很累 就是那個立法院 然後表決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會搞一整天 有時候搞兩天這樣子 還有什麼徹業長戰 有一整群的社發所 也不是誰好 就忽然說 怎麼你也社發所 你也在那邊畢業 你還沒念畢業 來來社發所揪一群 我們出來開記者會 說我們要求 我不可以砍七天架 這是非常另類的 能夠以這個 甚至他們等於是 在對抗那個時候 在裡面的他們的老師 其中一位是當日立法院 我覺得在這簡介事件 我看到的是說 他們的那個認同 不管這當然不只是民進黨 不過在國民黨時代 在甚至說阿北時代 一直以來在街頭裡面 基於一個比較清晰的 左翼的認同 採取行動 然後不打折 然後也不唱高調 只是指導 他的確是比較舒服的 但是又有溫暖的那一面 這是社發所的同學 讓他們感覺到感動的一面 這樣的一個研究所 如今面臨到一個威脅停招 我相信 正是因為他的這一個 對我們社會 的確是一個 獨樹一種 在我們台灣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能長出這樣的一個 也算是非常另類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在多數裡面 的研究所 今天大學不是這個樣子的關係 我們是得擔心 擔心其擔心未來 但是很遺憾 這恐怕的確 就剛才講 這不是一個單一的例子 是我們整個高教 現在面前到 大幅改變的一個象徵 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 產生了很巨大的一個改變 用常態大家喜歡講 或媒體講的 或者校長喜歡講的 叫做少子女皇 但其實 這在我們看來完全是個騙子 為什麼 少子女皇當然是發生了限制 變少了學生 變少了入學的學生 但是 你如果看一件事情 你就會發現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發生少子女皇 日本少子女皇 法國也少子女皇 韓國也少子女皇 過啦 怎麼就台灣的少子女皇 要搞到說 老師流離失所 要搞到說 批判是否被拆掉 要搞到說 人人自為 大家都擔心 但其他國家也發生 越來越多這種事情 所以問題不只是少子女皇 問題還包括同一個時間 大學高度的 所謂的 比較好聽的叫做企業化經營 什麼叫做企業化經營呢 大學越來越被想像成是一個 第一個企業什麼 以 維護利潤 維護利潤 為目標 用政府的話 好聽的宣誓叫做 要自負盈虧 所謂的自負盈虧就是 你要自己能夠創造出 足夠的錢 然後他還設立一個 很好聽的名字叫做 效務基金制度 讓你把賺到的錢 可以剩下來 你愛怎麼花就怎麼花 他還開放這些 所謂的五大自酬財源裡面 你可以自己拿去投資 你可以拿去幹嘛 都可以放快叫做教育的雙方 好 自負盈虧 對於政府來講可想而知 對他來講是說 我節省高校資源 讓你們自己來搞 甚至他就說 你們自己搞 可以搞得比我更好 因為我們政府常常都很僵貌 你們搞得更好 對於這個企業來講 一個高度給自負盈虧的大學 對他來講就是一個更好的 在生產他想要的勞動力 或者他想要知識舉進的一個夥伴 過去大學不靠我們 不靠企業吃飯了 過去大學靠政府吃飯 靠學生吃飯 那當他開始要自負盈虧 他等下要靠外界的fonding的時候 台湖可能還沒發展到這個地步 但是也想看到很多地方 舉例來講 有一些很有名的案子 例如說藥品 大學裡面按理來講 藥學是要研究說 什麼藥是有用 什麼藥是沒有用的 但是對於藥廠來講 科技公司 他要的是什麼藥能賺錢 什麼藥不能賺錢 我不要生產 所以當大學的fonding都來自於企業 就是來自於藥廠的時候 例如我剛剛講 當藥學系都來自於藥廠來養的時候 藥學系的老師研究出來說 原來這個藥對於那些人根本沒有用 他的這個研究很可能根本不能發表 在他簽訂的產學合作裡面就可能不能發表 這就是企業化點的後果 你甚至連科學的邏輯 所以我們講說科學 所以基本要求取真實 的這一件事情都會被掩面 跟比較 勞這一件都被掩面 年代鼎深的所謂公共利益社會利益 被掩面 同時呢 剛剛講的這個企劃經營 他同時另外一面 內部的很直接的就是 勞資關係的展現 過去大學裡面 我們常常想 像我年輕的時候看到 都是老師的 社會老師都覺得 真是很爽耶 他們整天可以參加社運 然後在學校裡面 就是可以很安穩 鐵金飯文這樣子 爸媽都說好好念書 將來要想社會老師的 媽媽沒有這樣講 自己天下 因為你有時候會幫媽媽說 你現在保證你到底以後要幹嘛 我說沒有啦 以後那個 陳慶欣他們 老師 也還是可以過我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一定要撐下來 對不對 我不一定在學校學院 但我相信 眼前還有很多人 未來有這個期望 對 就是說 但是勞資關係的這個展現 他們開始變成了 是學校的僱員 什麼叫變教僱員 學校要你幹嘛 你不要做 要你去招生 要你去做產學 去做產學 要你什麼課 要講什麼東西 甚至不自覺的會來影響 當你開始會擔心到 我這麼做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工作權益的時候 那就是勞資關係的展現 我在世信也有見過課 破例爆抗爭的時候 我還記得 破例爆抗爭的那天 我有去參加 因為我想說 開什麼玩笑 因為我們在工會工作 如果都還不敢來參加 還有誰敢來參加 對不對 已經一位四四的社法所的同學 叫崇敬 他看到了一個就說 欸柏尹這樣會不會出事情嗎 他 我那裡有在媒體上看到一個 說不會啦 開什麼玩笑 當然該站出來就幹得出來 啊下去還真的就不排課了 真的就不排課 很技術性的 原本讓我會說 欸搞不好只是技術性 後來沒有 接二連三不只是我 好幾位很優秀的 像是張立本啊 像是郭耀宗啊 總理一姐 好幾位很優秀的這間老師 開始不排課 本來想說 欸可能只是 學校想要裁掉兼任老師 到了這學期 已經設法所要砍掉了 也許到了 在接下來不知道是怎麼樣 所以這整件事情是說 外部的層面呢 或者政府或者企業 鼓勵大學變成像是企業一樣 以利潤來經營 對於大學他內部裡面 他把所有的關係 變成是一種 他要去控制的關係 所以剛才講說 他要通過行政會來決定 他不真正尊重所謂 由下而上的大學資質 當然企業什麼時候尊重 勞工由下而下的資質 當然他追求的 只要是利潤的時候 他當然是由上而下的統治 是一種獨裁統治 那最吊詭就是 大學明明 四星大學是州城府開的嗎 四星大學是無有錢開的嗎 都不是 四星大學是我們每個人 繳學費是政府的補助 是政府還讓他們免稅 政府的教學卓越計畫 以及社會的捐助媒體 支持這些人才所累積而成 他應該是一個共同的 但是在這一個目前的結構下 大部分的學校反而變成了是一個 以自我牟利 然後對外服務 對內獨裁的一種企業體 所以今天我們 我覺得面對到生髮頭問題 這顯然不只是他們的問題 實際上是一個普遍包教問題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這也不會只是台灣 他是一個高等教育 從過去還有一點那種貴族色彩的 有點封建裡面的貴族色彩的一種 產異事業 漸漸走向了真正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得要如同企業一樣 為資本服務這一種狀態 大家在貴族事業裡面 貴族事業當然原則上是壓榨的 欺負農民的 偶爾會有一些良心貴族 偶爾會有一些像歐文啊 傅立業啊盛希盟這種 也要做一些社會改良 所以在裡面也偶爾會出現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在大學裡面會看到 有一些良心教授 社會站在正義那邊的教授 甚至還有創辦 像是創辦社法府這樣 但是在一個完全講究利潤 甚至不只是憑你自己的喜好 是說總之啦 你招不到生賺不到錢 你就得關門 因為反正你就沒錢 這樣的一種 完全是由資本市場來統治的 那種時代裡面 貴族的那種理想 馬上進不起市場的方面 被淘汰掉 在這個年代裡面 我們到底該依靠的是什麼 簡單說 從工會的立場 會跟大家有點呼籲 當然 包括設法署是應該的 我們也非常支持 這逆舊 學會還是可以考慮再次進修 同時我們會想呼籲的是 所有的大學老師 大學的職員 甚至助理 我覺得我們要加入工會組織起來 如果是學生 加入學生會 把學生會動起來 當剛剛講大學變成一個獨裁的一個 切體的時候 在內部能夠監督它的 是裡面的教職員生 是這些人能夠讓校務會議不是空白 能夠讓行政會議不敢亂闖 能夠讓校長知道會出事情的 是教職員生 這些人靠單兵獨鬥不用 他必須要組織起來 所以教職員工加入工會 學生把學生會真的戰鬥化 是我們一定要完成的目標 所以我們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這是我們當前很要緊的 因為在新大學 坦白講 我們的觀察 這方面 我們過去做得還不夠成功 坦白講 設法所當然是一個非常要巧 今天學校說真的也沒有 有時候沒有臭怪 就是說很 其實是這樣 我先講坦白講 很多事情有臭怪的 就是說 剛剛阿亮講很多那些事情 不是設法所老師弄出來的 設法所的老師其實就是在旁邊陪伴的 很多就是設法所的研究生弄出來 就是檢舉勞權阿 然後什麼反勞學費阿 去檢舉人家入生數 甚至比地寶還貴阿 這些都是研究生弄出來的 研究生弄的都比老師近近 甚至有時候 老師會喊 你們那個東西有沒有弄清楚阿 這樣子 對 所以 但是很遺憾的 他為什麼會針對老師 很簡單 因為老師他固人嘛 老師是他可以控制的嘛 老師是勞資關係裡面 他要壓榨載智嘛 所以他針對老師 那 被這樣針對的 教學員是怎麼辦 我們需要組織起來 那 第二點我覺得 我覺得 從事發所的例子裡面 我覺得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 社會的支持阿 在目前的 這種 所謂大學 資本化 然後 讓整個高教知識崩潰阿 裡面顯得越來越重要 假如我們方論不管剛剛講的這個趨勢 會發生什麼事情 人論社會的這些基礎研究 如果不賺錢 他拿不到方鼎 入學率又可能比較低 甚至他有時候不在台北 大家不一定會來念 就會崩潰 學術裡面的自由 因為要依賴方鼎 要依賴學校的善意 依賴入學率也會崩潰 所以 但是 有很多的知識 雖然他 不直接服應 資本的需求 但是他對整體社會是有益的 而且重要 不論說是這些批判的知識 甚至只是基礎性的知識 哲學啦 社會學啦 OK 基礎的法學 法理學啦 或者物理啦 化學 我相信都是 沒有基礎社會的發展裡面會出現問題 整體的社會 特別對於這些批判知識 我覺得我們需要有 有力的來抑制他 就過去我們等於某種程度上是依靠 就是剛才講的貴族時期裡面的善意貴族 就是四星大學裡面有一些 我們也像Lucy啊這個是 第二代裡面 有裡面的人 他願意創造成法組 但是到第三代裡面 這個條件已經不見了 在裡面資本主義實戰 那怎麼辦 我們在裡面的教職員工生 要組織起來來養 要維持出這樣的機構 抗爭之外 我覺得我們需要有社會的資源的抑制 我曾經想過一個方案 坦白講 為什麼大家不念社 就是說社會主遇到招生 的確有些困難 為什麼 我問我自己為什麼我當年有問題 第一個很單純的 學費比較貴 大家都知道 念私立學校 學費在台灣 大概是公益學校的兩倍 然後在研究所階段 要能夠念公益學校的機會 因為相對來講比較多一點 所以多數人有機會念功效 一定拿去念功效 那這明明是一個不合理的一個狀況 但在國家目前對於教育資源的分配 還不夠公平普及 以及讓大家都公共化受 對於批判性的支持 我覺得我們特別應該要來支持它 所以例如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社會 念社會所的同學 未來的學費跟國力的一樣 那當然不是靠徵程度 或者說不用錢 他們絕對不會願意 但是這個講助學費有沒有可能 靠我們社會自己來支持呢 例如說 剛才我試算過 要讓所有社會人招生12位 然後要繳兩年的學費 所以一個人要繳20萬 總共繳的學費 等於是一年會是240萬 讓它跟國力一樣 等於是需要120萬的補助 120萬的補助 當然對於一個人來講是一大筆錢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講 假如那有120個人 願意來支持 培養我們社會裡面 有批判知識理念的研究生 降低他們的負擔 而且讓這樣的機構長存 這樣的老師 可以不用畏懼他的學校 我覺得這是我們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不一定是個人 工會 NGO 有理念的這個相關的團體 大家一起來支持 那我們透過我們的力量 來維持住 合乎整體社會利益 甚至可以說 合乎我們這個階級利益的 知識機構 我們在整個戰鬥上面 我們才不用再 有點擔心說 欸我會不會得罪了 什麼哪一個啦 得罪了誰啦 誰是金主啦 誰是我們的這個 重辦人啊 這種擔心 我們可以不用 因為是我們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 那這當然需要一個過程 我覺得是我們只能在這次 這把頭的事情裡面 我們大家一起來奮鬥 那同時降低同學的負擔 不要讓大家為了念 批判性的知識 得要畢業的時候 負擔起 二十萬四十萬的學貸 那個我覺得也是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對 那是一個要靠大家來努力喔 過去社法所自己也有努力啦 他們創立了 Lucy獎學金 他們讓 在社法所裡面 兩到四位的同學 可以有 一年有五萬到十萬的見面 如果你是外籍生可以到十萬的見面 那畢竟名額相對有限 而且這個經費也是來自於他們的薪水 對 他們等於當初捐了一筆薪水 然後還有德北的終點費 然後一些錢 這樣累積出來 那不應該是靠犧牲老師的勞權嗎 應該是靠 應該是靠我們大家共同來支持 然後最後一點喔 無論如何 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要重施一個批判的知識的生產 在大學裡面 無論如何只是一個負責 我相信對於唸森法所的理解是這樣 通常唸森法所 它是說的是養成 不只在森法所 但是森法所對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 可以說是避風港 或者說是一個培育的基地 那我們面對這個資本 不斷進攻的社會裡面 我們的自我開創的空間 來進行 不管說這些批判的知識 批判的讀書 或者像我們這樣批判的討論會 是讓我們這一種 雖然不受資本青睞 但是對人民 對社會有需要 以及有利益的知識 能夠繼續傳承 我們自己可以 努力來克服的工作 那這個是 不論說聖法所 到底會來怎麼樣 是我們 應該要更加持續努力 來創造的 那能夠不用再 受困在這個 體制性的這種大學裡面 講求利潤邏輯 我們自己可以看 大概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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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瑜精采的分享跟分析 我們接下來請到李慧仁導演 他之前是拍不能戳的秘密 那接下來他也報考了四星設法所 那看他是不是想要再去戳另外一個秘密 我們掌聲歡迎李慧仁導演 各位好 大家好 謝謝 其實 就我那個講完前的時候 然後我就在臉書後 我已經講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就都會想說 你會不會當演九生嗎 其實為什麼會報考 其實就是1月2號 然後被突襲之後 阿亮就在臉書上面講說 其實還在招生 今天還在招生 就如同阿亮講的一樣 如果學校跟你講說 我們明年已經不早生了 今年很多人可能想說 我幫你打招牌一次 然後將來會面臨什麼事情 很多人就不念了 所以我們很多人在阿亮的臉書下面 就想說 我們可以怎麼做 怎麼做啊 然後我就突然想說 不然我們去報考 然後把這個過程全部排下來 然後就很多人按讚讚讚讚 好啦 那我想說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其實除了我們在臉書按讚 或者是我們轉po這個訊息 然後還在招生當中 我罵罵罵死心 然後就是 又能怎麼樣 時間是最大的不忍 坦白說 這個蜂草過了 然後大家罵完之後 學校說 給你罵不要緊 給你罵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我看你們還怎麼樣 我要砍就砍 要殺就殺 你弄不開 就是這樣子 時間是一個最可怕的病人 所以 我一直在想說 我從2008年離開媒體 然後從主流媒體 然後變成一個獨立的記者 跟獨立的導演 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像在2011年 那時候我拍了不能錯的秘密1 第一部 調查的紀錄片不能錯秘密1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坦白說 我在很多的應酷座談 包括2013年 不能錯的秘密2 在做很多應酷座談的時候 很多的年輕朋友 或者是很多大學生都問我說 導演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他們都很生氣啊 看到農委會那些官僚 這麼樣的蠻憨 然後這麼可惡 都想說導演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他們真的很想做些什麼事情 坦白講 當時候我非常的無力 我只能跟他講說 這個影片我都把它放到網路上面去 請大家盡量的去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說 台灣的官僚體系爛掉了 農委會的官員有很大的問題 我只能這樣子做 對不對 我又不能號召說 來同學 我們在農委會前面集合 我們武裝革命 拿下農委會 我盡當農委會租人 然後解決什麼問題 不可能嘛 我那時候只能這樣子做 很無力喔 真的很無力 到了今年 應該是講2017年去年 去年3月1號 並控制這部片子 然後在網路上開始播了 然後其實做了很多英國座台 一樣 很多很多的年輕朋友跟很多同學 都說 導演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沒人生氣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其實我個人都覺得說 其實看到這件事情 我想說 台灣現在很多問題都是民主沒有生化 台灣的民主一直都沒有生化 台灣雖然民主怕30年 但是我們的民主一直都沒有生化 然後在很多的場合 我就 其實 當同學問我說 我可以怎麼做的時候 我反而沒有那麼無力的 你知道嗎 我沒有那麼無力 但是我都問他們一個問題 同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在去年的4月3號 4月7號是 台灣言論國家自由日 正在那種殉道的日子 然後在去年的4月3號 在台大的國際會議廳 內政部辦了一個座談 然後談點論自由 然後在ending的時候 我們就在談民主生化 我就在那邊同樣的 我問了很多年輕人的問題一樣 我問了大概在場的300多個 來自於不同部會的那些公務人員 他們都經過高考考試 我就問他們一個問題 談到民主生化 我說你們各位都超過20歲了 對不對 有的人都已經選過兩三次總統 立法委員 然後我就問他們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知道立法委員職權是什麼 來請舉手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 結果在座三百多個人 只有在我旁邊的 當時候的內政部長葉俊隆舉手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學長說 學長這個不要說 讓在座的評論來講 後來就兩個舉手 一個講說監督政府 諮詢官員 另外一個 就講說打架 哈哈 我們的民主生化了嗎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都期待說 我們四年投一次票之後 我們的台灣國家 就會更好了嗎 民主就會一直往前走嗎 我們都不用做什麼事情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台灣的民主主 一直都沒有辦法深化 我們都應該想說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後來 不斷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決定說 好了我要報考設法所 那報考設法所 然後呢 當然我就期待就是三月份的口試了 那為什麼啊 我會問阿里亞納 口試都要錄音對不對 那我口試那天 我就想期待 我先請教口尾說 我可不可以錄音 我想要放一台 三百六十度的攝影機在中間 把我們的口試過程全部拍下來 我也想要口試這些老師 憑什麼我要念設法所 我想要把那個完整的過程 把它拍下來 坦白說 這是我第一時間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後來很多朋友問我說 那你真的會把它念完嗎 對不對 也許在這位朋友問你會把它念完嗎 我當時候是這樣想的 如果今年 如果啦 如果今年變成最後一天 很多人不念了 我就把它念下去 我念第二個碩士沒有關係 我就足足把它念八年 我看學校會怎麼樣 我很好奇喔 然後落實參與觀察 用參與觀察法 然後拍一部紀錄片 變成我的碩士論文 這是我的想辦法 我有想要這樣做 然後我都非常excited的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在拍不能做的秘密3 不能做秘密3 在今年的年底會完成 我現在常常就在農委會 那些官員就這樣如影水形 我也很期待 如果真的必須要這樣做 我也會在世信大學 在那些校長 或者是董事長 或者是職業 你說對 我會如影垂席 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問我說 我要想要怎麼做 我大概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今年 今年我有拍另外一部片子 我們在談民主神話 7月份應該會完成立法院的這部片子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立法委的資訊是什麼 對不對 如果我們在座各位同學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不對 其實那是高中一年級下學期 公民課就有教了 那可是我們離開高中之後 就還給老師了對不對 好啦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 不管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公務人員 透過高考的公務人員 或是在座各位都不知道 立法委員的資訊是什麼 你忘了的時候 沒有關係 但是立法委員應該要知道吧 這很正常吧 所以我在去年 就是這個會期 剛結束的那個立法 這個會期 我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在立法委員報到的時候 我就去突襲 我就去突襲 立法委員 問他一個問題 我以為請一下 立法委員的職權有難寫的 答案千奇百怪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至少我可以做 我用這種方式讓大家看到台灣的民主都沒有聲光 你知道嗎 一個號稱是淡水蔡依林的那個立法委員 我問他這個問題集權是什麼 他馬上拿 他就想說 抱歉 這個問題我要想一下 馬上到旁邊 Google Google完之後 開始背 背完之後 說好可以 我們可以回答 甚至有一個 剛上任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我問他這個問題 他說什麼 抱歉這一集 我們沒有授權回答 那當然絕大部分人 就講什麼 選民服務啊 甚至有人講說什麼福國利益 什麼亂七八糟的答案一堆 對 這就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對他自己的職權到底是什麼 所以同樣的 我想我期待啦 這部片子 如果真的沒有人唸 我就會把它唸發 那如果很多人去唸 我也不會去占大家的名額 但是我會把它拍成 這部片我一定會拍 我記得 快七年前吧 2012年的2月18號 高教公會成立的那天 我也在現場拍攝 對 已經快七年了 結果我們看到這個環境 越來越容易 所以我 我覺得我應該明年 下一部片子 我會拍這個世界 好好談一下 還有台灣的高教 大概一場是這樣子 謝謝 好我們謝謝你各位的導演 他雖然不是 我是學校裡的老師啊 然後也不是工會幹部 可是他作為一個公民 他想到的方式 來去記錄這件事情 然後向社會發聲 好我接下來會開放現場提問 那大家在想問題的同時 我現在也做我求先問幾個問題 好不好 我先來做一開始的提問 然後我先丟幾個問題之後 就有現場麥克風 按大家舉手來問問題 他們來收集幾個問題 那我先問一下 基本的事實上 我問一下阿亮 你是做求名 像你剛剛去談說 現在整體的事實上 在講翻說率的問題阿 然後事實上的校方 用註冊率 然後報考率也好 或是會學率也好 或者是延長這個年限也好 那難道事實上設法所 跟其他的系所 或者是說跟其他 不只是事實上的系所 或是跟其他大學的系所 比起來 事實上設法所 難道翻說率真的那麼差嗎 這樣子 我先問這個基礎的事實 那 那個問題問完之後 我們就再開放現場提問 好嗎 那基本上翻說率的問題 就是說你到底幾年能夠畢業 那大部分的社會學系的畢業 通常是三到四年左右 大部分 不能說 那有些快有些慢 那我們設法所是4.7 就是4.7年 畢業 所以相對來說 的確是 比較慢 那另外一個事實 要澄清的是 學校認為我們的 以招生率 就是說 來入學 入學的比例 是 最差的 那事實上 這不是事實 因為在我們學校裡面 還有比我們差 但是我講出來就不好意思 我覺得就不講 但我們基本上 不是最差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學校 這個認為 它是基於教育部規定 如果你連續兩年 碩士班的 這個再學 就是說來考 來考 然後來念的比例 是70%以下 那 教育部的規範是 是全校要把它扣到90% 也就是扣10%下來 本來你有10個名額 它變成9個名額 是全校性的 那我們世新呢 這兩年都是70幾 所以換句話說 世新也不會 接下來也不會 遭遇到教育部 扣減名額的問題 所以從外部的力量來說 我們學校並沒有 扣減名額的問題 從內部來說 我們設法所 也不是最糟糕的 就是來念的 也不是最少的 所以這才會讓我們覺得 他就是要來進行 某種 如果從政治角度來說 他是政治報復 如果從勞制關係來講的話 他就是 脂肪要對勞房 先下手的一個 藉口 這樣子 那就翻桌率來講 世新 我們設法所是4.7年 跟相對其他社會 學習來說 的確是相對久一點 好 好 我們謝謝阿亮 那我們接下來開放現場提問 還有聽眾想要問問題 幫我們收集幾個問題之後 再一起回答 八六五那邊有麥克風嗎 八六五那邊有麥克風嗎 沒有 好 來第一位 請 好 各位喔 好 開了等一下 各位老師好 那我沒有要問問題 就是 我是以前的 就是福大的學生代表 然後 就聽到剛剛 就是老師的這些 校務會議的代表 對 對 校務會議的代表 就是有單人多 就是有一些 心有七七年 然後就有一些想法想要講 就是 剛剛有講到 就大學法有規定 校務會議它是 一個最高的決策單位 可是他 現在來說 有很多是權利被架空 譬如說 失效有失效法 然後失效法底下有董事會的問題 然後董事會事先 據我所知就有家族在保持 那 關於 這個問題 高一 他們曾經有發行過 就是透明革命 那 如果大家 不知道的話 可以去 互動一下 然後 雖然辅大沒有 就是 這個 家族問題 不過 當初我們在 爭取這個 揮過兩世間 就是一個 宵禁的運動的時候 就算 校務會議通過 董事會那時候 其實也有 試圖在 主張這件事情 對 所以 校務會議其實在實際上 並不是 實務上 其實並不是一個 最高的決策單位 然後 再來就是 相比 一學期一次 那 一個月一次的 行政會議 其實是 決定 就是 校務 校務 這個 事情 相對比較頻繁 而且 都是校長 和一級主管 來把持 對 然後 還有第三個案例 是 福大會有 校務發展委員會 就是他是 你可以把它 想成是 校務會議的 會前會 所以 然後那個會前會 也幾乎都是 一級主管 所以其實 校務會議 在明目上 是最高的 決策單位 但是 在實務上 其實 並不是這樣子 然後 高校問題 就是 老師剛剛都有講過 就是 利益導向的問題 然後大學企業化 然後企業化 其實 講的就是錢 所以 我們 現在 我有看過 就是獎學會 掌學費的供應會 然後大概 福大的經費大概有三個 第一個是教育部的補助 可是 從這個補助來看 公私利益 又是一個 固定的問題 所以 私校的學費 會 私校的學費 會比公立學校 不貴 所以 這也是 造成 私校的一個 造成上的 固定因素 然後再來是 企業補助的問題 就是 呃 台大你的校友 可能 會捐的錢 對 學校的認同才比較高 然後 被 倒閉的 這個 即將可能要 變成倒閉問題的 私心大學 那 關掉之後 可能 捐的錢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就是 企業或者是 校友的問題 對 然後 最後就是 呃 東武的老師 剛剛有提到 那個 呃 午休 一點 從一點半 可是 福大也是有這個 可是現在還是 對 我就是用福大這件事情 那種 我就可以送了 對 福大還是一半 還是維持一半 然後就是感謝 高校同學 就引起我們 就是在 爭取很多選 爭取很多問題上 可以說 幫助很多 謝謝 好 我們是也這位同學分享 還有 第一下提問嗎 來 就是今天來聽這場對談 然後 就是 有 嗯 有獲得蠻多思考 然後 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要請問阿亮老師 就是 想請問說 就是 就是在四星大學裡面 其他系所不管是 大學部或是 碩士 其他系所對 那個 社發所啊 這件事情的想法 還有 那個 校園內 學生之間 或者是老師之間的聲浪 是怎麼樣 就是如果 對 然後就是我想說 如果是四星大學裡面 內部 有這樣子 也是 站出 就其他系所也站出來 反對 社發所被 裁測 如果有這樣的 聲 如果有這樣的聲音 然後 有到一定的聲浪的話 是不是也能影響 社發所的 未來的 路 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那最後 欸 好 這位 欸 要 你為什麼要舉個手好嗎 好 就這兩回好嗎 好 後面那位先生請 呃 各位老師好 那個 剛才沒有自己介紹到 我是東海社會系大醫生 大醫生這樣子 呃 我剛剛 呃 有三個部分啊 第一個是說 呃 剛才柏彥 我跟老師他說 對於 呃 校園自治是要治什麼 這件事的分歧 以及 誰與自治還有相對於誰的獨立性 這個還有暗示 呃 呃 我覺得很有啟發性 然後 然後 要問的是說 關於必修課的選定這件事情啊 就是 老師會覺得說 校方會有設定的必修課 對學生這種干涉嗎 那 這樣的話 這個是全校性的必學課 跟 系內的必修課這樣的差異是什麼 那 那 就是 比較形容上的提問 就是說 他們一樣都是在 規定學生該學的什麼 那 他們在 嗯 模擬上來說有什麼不一樣 以及有什麼樣的合理性 這是第一個 然後 還有說 就是 一樣 一樣是 柏仁教授有提到說 嗯 行政機關是對教學 還有對研究 以及校園治理的干涉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其實我們需要一個 新類型的 校園的權力 然後 然後 這個是第三個 嗯 然後第三個 就是問說 就是 或許 與其呼籲 說 大家來廣 就是 聲援他 就是 聲援設法所被 提造的這件事情 用一個反抗的方式 那如果是按照 校方的邏輯 所報告率不足的話 那如果是大家 通通都去給他洗手 塞爆呢 就是他一起去投訴 沒有 沒有說真的要去報名他 但是就是一直 一直填資料 給 學校 當然這可能會造成一定的 就是 邊際傷害 就是有些無故人會撥擊到 不去處理文書 那他是不是一種方式呢 給 給 給 校方的一個 安施說 其實大家都在看這件事情 是 大家其實並沒有說 不來自於 就是 細索我這樣 不像是三個這樣 或者說不定是一種 反抗或是戰鬥的方式 這樣 好 謝謝 主要是問博偉老師的問題 那如果有其他問題 還有 如果有效果委員之外 其他還有其他 其他問題 就只要是 對 莫偉老師的問題 那如果有其他的想法 好 謝謝 好 那前面一位女士想要提問題 謝謝 謝謝 老師 老師你好 就是想請問一下 現在 事情董事會已經把 就是已經向教育部申請 那個 設法所要停照 那 教育部會根據什麼 去裁定說 是不是要廢除設法所 那 就是你們自己覺得 設法所被停照的機率 或可能甚至多大 跟你們在這段期間 還能夠做些什麼事 去組織這件事的發生 我的問題就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那主要是問接下來的流程是怎麼走 然後這樣就很難 那不就要嗎 OK 好 那 右邊一位先生先提問吧 比較近一點 好 請問 就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第二是 據我所知 就其實我在教育議題上面 關注度比較少 但是據我所知 就是大學法第八條裡面有提到 就是 進修部還有研究所他們的學費 好像就是 其實是可以 學校調整之後 再 最後再向教育部做備查即可 那麼究竟這樣的一個 規定之下 那麼 他們的學費究竟要為 為什麼還 就是要如何維持一個平衡 那為什麼就是不會發生就是什麼 學校今天想跳多少就跳多少狀況 對 然後 以及就是 做為一個 擁有社會科學類的 科系的一所學校 但學校校內 目前沒有任何一所 意義性的社團的 學生而言 就是可以從什麼部分開始做起 而且 時間其實跟世新也蠻像的地方 就是他其實是有 就是家子把持的這樣子 對 然後 以及就是我們也有 就是發生 就是我們的 我是金修部的 然後 又發生我們金修部的 學生會的選舉 只有一個人參選 就是你 只能就是投廢票 或是投他 沒有任何其他選擇 就是這些事情 真的是讓你感到 挺 挺 挫惡的這樣子 對 那大概就是這 只剩下的問題 還有最後一個想問 黃哲勇老師 就是如果 今天不想 做為民生的東西 學生不想要 只成為社會安慰界的話 那在研究所部分 還有什麼其他可以的選擇 好 我們謝謝你問 老師問說 大學自治下 那學費的調整 和狀況怎麼樣 還有一個是 針對 實踐大學內部 沒有醫生正法 那大家有什麼 呃 建議 或者是 呃 提醒 或是說方向上可以怎麼做 第三個是要問正用老師 說聖空所的部分 好 那後面還有一位 來這邊 我是想要試著 回去看看那個 東南大學同學的問題 就是 因為 必修課程的 那個 設計 跟 討論的脈絡 不太一樣 是因為 剛剛討論說 那一個 權力關係 就是 就是 那 之所以 單方面的制定 某一種 某一種 限制 課程導向 或者是 學校運作導向的 一個方式是錯誤的 那個 的這個 這個脈絡 好像是比較像是 國家對於 那個 學校法的 控制 但是如果像 立修這種東西的話 好像是 學校校內基於他 個別老師 或者是他 吸索專業 他必須要 自訂出 一個對於 學生來說 他可能比較適合的 用學習方式 所以他 他裡面的角色 是不太一樣的 我 我在這邊 就是提供我的 一些我自己的相反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 那個 時間大學的同學 的那個 那個 異議性社團這件事情 是 事實上 洛杉峰社 就平大的 洛杉峰社 他是一個 經營得很困難的社團 那 也就如同 也就如同你所說的 就是 就像時間大學一樣 其實洛杉峰 就是 就是 平東大學很早之前 是沒有半個異議性社團 甚至異議性社團 大家 從來不覺得他是 會成功的 或者是他 我不想 那 我覺得 從 我們 平東大學自己的經驗來看 的話 是 的確 我自己覺得 經營洛杉峰社 這樣子的一個 異議性社團 是 他非常有難度 但是我覺得他是 必須要努力 而且需要成功 所以他需要一些 組織技巧 然後 必須要有些認知 在 最重要的事情 必須要去做組織 所以 所以必須要去 有具體的行動出來說 到底要 怎麼樣才能讓學生 這個團體可以團結起來 所以 就 單純問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沒有 異議性社團 也許可以再進一步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讓 異議性社團 存在 怎麼讓 學生有能力去行動 但我自己的想法 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這位同學的回饋 好 那位舉手的 拍手 大家好 然後我這邊就簡單 幾個問題 那我是 我們是屏東大學 來的學生 那我們基本上是由南部 南部的學生 那 南部其實也發生了 蠻多學校的系 所廢校 廢校或是廢除的一些困境 那像之前南華大學的哲學系 也發生了一些類似的案子 那 我很好奇說 世新 社發所發生的事情 如果發生在 中山大學的社會系 或是在屏東大學的社會系 所發生的相同案件的時候 那 在媒體的困崩度 的效應上面的話 會跟世新一樣 會有相同的 效應存在嗎 那 南方的 他的能見度 會高過於 北方的 那個 新聞媒體的困崩度 這也是一直 在我們 比較屬於是 比較南方學校 就讀的 學生而已 或是教育團員的話 我們 會有一些 以後 謝謝 你想要問哪位 講者 都可以 但是在場 都可以 就針對 教育資源難可以 差異的問題 主要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還有在媒體上 不保護的問題 對 好 那還有朋友想要提問嗎 看看還有一個朋友出手 不然就先 好 不然就第一個人先這樣好嗎 是不是先親 哪裡 好 第一個問題 講的是說 在現在世新校園裡面 不同系所的老師跟學生 如何看待這件事 他們會不會支持社發所 那學生的部分是 性別所 他們有 性別所的研究生 他們有 聯合發一份聲明 就是聲援的過問 那 其他就是個別 可能我們有教過的學生 會比較知道這些事 會在教師評鑑的那個系統上 有沒有 就留下說 阿良加油 好 像他細琴阿 或是小學的學生 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私下的 加油 好 那老師的部分 是相對是 真的是沒有 那我覺得 都是私下 會跟我們說 欸你們要撐住啊 你們要撐住啊 這樣 因為他們也很擔心 如果我們沒有撐住的話 下一個就是他們 所以你們要撐住啊 你們要撐住啊 但是基本上是站不出來 那站不出來 我提供一個例子 就是說 去年 網電系 其實在事情裡面 網電是非常大的系數 那 網電系他們是 呃 這個 把一個 不是他們 在 怎麼說呢 在通識中心一個老師 改例 就是他稱之為改例 調到他們的系上去當老師 那當時他們的 系的教諭會是 全部反對的 但學校就通過了 在行政會議上 通過了一個叫做 改例和平辦法 把原來系 教訓會擁有的 一些權利 給他拿掉 於是硬塞這個老師給他們 所以他們就會非常火大 所以網電系 這一次 在這個事件裡面 呃 他本來在這個校務會議裡面 提一個案子就是 關於 和平改例辦法的修改 必須要經過校務會議 不能夠只有在行政會議上 通過而已 但是這個也沒有 呃 也在校務會議上是失敗的 那問如何 像廣電系這樣的一個 最大的系數 呃 因為他在找保佑公會嘛 我們仍然找不到一個 願意出來拍記者會的人 這就是 事情校內的現實 那 那這一次唯一在校務會裡面發生的一個叫李永全老師 也許你們唸電影的時候 你們會瞭解李永全老師 那 呃 十二月以後退休 所以 他在退休的最後一程 這樣子 所以我們校內大概已經變成在這個狀況 非常的 呃 不佳 請這樣拜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問題正對我的是說 董事會已經通過送到教育部去了 那教育部今天來審了的時候 會根據什麼呢 那就我們的了解教育部會根據 呃 兩個 第一個是他自己的辦法 也就是說 系所停招 調整的這個問題 必須要事先跟師生進行溝通 那 根據他辦法內容 溝通的成 的內容必須要包括 老師跟學生將來如何安排 這才是合理嘛 對不對 那 根據我們校內的辦法 這個教育部也會去參考 就校內的辦法 我們有一個系所調整的辦法 這個辦法的其中 比較重要的 深的原則 就是說這個程序應該怎麼走 是必須要由下而上 這是我們兼職的 所以教育部會根據他自己的辦法 以及校內的辦法 根據他自己的辦法 就是事先有沒有師生溝通 那根據校內的辦法 有沒有在規劃階段 就由系所自己形成某一個申請案 申請調整的案子 然後送 往上送這樣子 然後 當然校方會說 在事先內部的辦法裡面 也有一個叫由上而下 直接調整 那這個我們是不同意的 那這是欠到法條 如果解釋的問題 所以就比較細節了 不論如何教育部會根據 到底有沒有事先溝通 所以教育部並沒有針對 哇 你這個學科好有意義喔 你這個學科在社會上必須要存在 你的教學的這個價值是很獨特的 並不根據這些東西 教育部也沒有那個層次 教育部的層次說 你程序上符合 只要符合 那就是大學指示 所以教育部會根據這個來合 那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這一整坡的抗議裡面 我們談了非常多 有關於程序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在教育部那邊 能夠自... 我也知道跟他講理念 他可能也不一定的 那... 所以我們就根據程序的問題 在教育部那邊 可以把它擋下來 這樣 那所以在這一階段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剛剛同學的第二個問題是 那我們就繼續辦活動 繼續做宣傳 那在我們公會這一邊 我們是在規劃另外一個行動 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公會的會員 我們設法說 五個老師都是公會的會員 那... 我是公會的秘書長 再來他曾經在學生抗議的時候 發了一個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內容說 這些老師背後指使的 但意思是這樣啦 背後指使的這些老師 如果覺得我們事情是個學店的話 這個學店 這件事是反教供做的 謝一鴻 反教供他還做的 真的不是設法手全部起立在做啦 只要是反教供做的 那也算讓我們投上來 他說 好 那... 這個... 說我們是學店 指使 我能指使謝一鴻 他是淡江的 他開始玩笑了 那... 你們這些背後指使的老師 如果覺得這是學店的話 那你們趕快滾蛋吧 但意思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 其實他就是針對我們而來 那在公會法裡面 其實有規範 就稱之為不當勞動行為 所以不當勞動行為 就是針對公會幹部 進行任何不利對待 那我們將來把它送到裁決 就是勞動部的不當勞行為裁決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公會 會發動的一個行動 那... 讓學校體驗看看 從公會法的角度來 他要面對到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他一直都 不了解 公會 是什麼 那我想教育他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 有些問題我覺得 其他人來回答 可能會比較好 但我補充一點 在勇達停辦 退場的那個過程 呃... 公會 當然就是 我們公會先 介入在這個案子裡面 那我們在 呃... 從台北到屏東 林洛湘 大概就是 就是花非常久的時間嘛 那我們大概去了七八次以上 最後終於弄出了一場抗議 就是 在校內的一場抗議 這樣 那就公司來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在亞太 亞太案 在苗栗的... 那算是陀芬了嗎 就是董飯品再進去了 那... 那... 在校內辦了一個 校內的 呃... 全校公討案 也是公司來的 所以他的曝光率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 就是 你真的不管你弄多久 然後怎麼搞 弄來弄去 就是沒有社會的曝光率 所以這些學校 反而更值得我們重視這樣 因為四八九畢在台北 然後校友又多啊什麼的 那... 呃... 這是非常邊緣地帶的學校 他真的 沒有人關注 然後 基本上他們已經習慣一種現象 就是 啊... 默默... 吞...吞下來 壓一搖 對不對 眼一閉就過去了 他們這些學生 或老師都面臨這樣一個狀況 齁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南方 或是邊緣地方的人 都面臨到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 台灣這個發展真的是很糟 以上補充謝謝 好 謝謝 董萍老師 我看直接針對的問題是兩個啦 那我就直接回答東海同學當中 第一個是說權力機制的部分 齁 其實說真的 任何機制再怎麼修改 如果沒有那個精神原則上面來講 他一定找到落後可以轉 所以說如同剛剛導演所講到說 如果我們民主 沒有民主深化的 民主沒有深化 基本上來講 他一定還是可以找到下手的地方 可是確實是 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決策機制當中 包含大學 大學校務會議當中的資權不清楚 還有大學校務會議的組成成分的問題 以及大學跟學院系當中的這個權限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說重新的去做討論的 那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在那個必修課程上面而言 其實我剛剛講的是一件事情 我其實很反對的是全校的必修課程 是因為我們其實是不同學門當中 去組成一間大學 當然啊 就是說也是會有極端的 也是會有例外 就是有些學校是比較專科型的 那可能他學校都是同一個學門的 這有可能 所以原則上面來講 不同學門當中 不應該會出現相同的培養方式 要相同的課程 所以說 照理來講 這個學門當中 要如何去培養一個 他未來的這個 學術上的一個成員的時候 應該要去想說 他要有什麼課程 不管是必修或是選修的時候 所以不管是在院裡面或是系裡面 我是認為說 他們確實是可以去建構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建國的 的選修課必修課這次 可是全校就有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大學必修課程 是 其實是我們因為 從以前早期 我們就有全校性的公文必修課程 是被規定在大學法 及適應系列裡面 所以呢 我們就有國文英歷史 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以前不是要中華民國憲法 以前叫做國父思想 還有體育課 另外還有一個軍訓課 後來有一號大關解釋 就是4至450號解釋當中解決了 所謂的那個軍訓課程問題 可是我們其實還存在校必修 就是因為我們弄 教育部弄了一個叫做大學必修 必修課程要點 然後那個是民國80年定的 後來呢 大家就繼續的把這要點當中的 內涵都一直存在 所以很多學校當中 其實它是在學校的 全校性的一些規範當中 去把這些規則 所以說有一些全校性的選修 這些課程定在裡面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是不同學門的人 適不適合 由全校來決定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全校每個人 都要會體育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要整體的檢討 那有一個學費的問題 我倒是可以回答 說我們現在目前學費是 大學法第35條當中 去授選 我們還有一個專科學校 學費搜尋辦法 如果沒記過 全民這樣子 那裡面有一個 調整學費的那個機制 所以要進行那個機制 才可以調整學費 那我們現在其實大學 財政當中 一個很大的困境是 尤其私立大學 是很依靠學費 是我剛剛在 大家還沒進來之前 也跟其他老師聊過的時候 我們因為其實 國家給私立學校的資源 確實是非常少 因為他雖然聲稱有這麼多資源 其實絕大部分當中而已 真正支持學校的經費 是非常有限的 那真正支持學校的經費 非常有限 其實他都把 例如他把 要補助給清寒的私校生的 學費的費用 也是放在這裡 可是實際上來講 學校基本上來講 在這裡沒有直接收 所以他的財政上面而言 他就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用想辦法 用別的方法 不然就是調長學費 來得到這個利益 那你說國立大學會比較好 我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什麼 就是 校務基金的問題 其實我們校務基金 大家現在也是一個問題 是校務基金要送立法院審查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立法院的審查 立法院的今年的預算中心 去幫大家這個 每個學校校的校務基金 幫他審查結果 建議委員 建議啊 那不是建議啊 因為反正很多委員都不知道 直選是什麼 也不會看立法院的 可是他建議我就有去看一下 我是因為 我還知道立法院直選是什麼 所以我去看一下 看一下之後 我就覺得很搞笑 例如他建議 政大的校務基金說 因為開圓不夠 建議政大的校務基金要開圓 我就想說 政大的校務基金要開圓 國家到底要不要去 當然啊 我相信很多立法院都沒有在看這個 可是我們去 國家要不要讓這樣的審查 進展到這種程度 如果我是校長說 我就剛好說 欸開圓嘛 我就剛好 那如果下次我叫人家截流 我就大砍大家 我說不是啊 立法院不是叫我砍大家嗎 因為我要截流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種 變相的 對學術自由的一種感色 國家其實要給你多少錢 應該要算清楚 而這個是要保障你的 不然的話 最後這些大學校長 為什麼 大學校長其實都很聽話 因為他們要拿錢啊 他們只是看起來 還頭銜很大 對啊 那你算齁 好 謝謝國會老師 來 先用老師 激進的社會學生 到底可以去哪裡念書 執行設法所啊 如果不能去的話 那就跨校選修啊 要不然就跨校指導啊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自己辦讀書會 好好讀書 也就是說 能夠侷限你的學習 只有你自己 沒有人可以限制你的學習 所以你要成為你自己 學習的主任 好 謝謝 好 我回應剛剛同學問到那個 應該就是專上 專課一條 學雜費處理辦法 第八條 裡面現在的寫法就是說 碩士班啊 博士班啊 進修學士班 二年次在職專班 他的這些學雜費 得由學校調整後 報本部被查 那他就跟其他一般的 這一個學雜費 是要經過核准的制度是不同的 那辦同學問說 欸有沒有發生到這種 因為這樣子 就漲翻天呢 我們的確在多數的情況下 好像還沒感受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現在的研究所招生困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在一些個案裡面已經發生了 舉例來講 EMBA很明顯的 很貴 我們又說啊 反正那個大老闆念 但也許我們可以反過來講 正式它很貴 讓我們一般人不能去念 我們想做社會運動 不可能去念 我們想要做社會運動 不可能去念 然後他們把大學老師的 Loading 很大的時間要分去 就是因應這種所謂 鑽型的地方 或者我們還有一些例子 例如說 自從現在所謂的 大家如果還記得兒童 可以叫做智晶區 現在台大校長 管聰明 當年推智晶區 大家記得嗎 對 智晶區有沒有過 沒有過 被打下來 但是管聰明的智晶區裡面 有一個叫做教育智晶區 高校智晶區 就是說你在各個大學裡面 你可以以大學內部 就叫做智晶區 然後你可以跟國外 任何一個大學合作 就在學校裡面 設一個合併合作學程 這個學程呢 按照這個辦法一樣 學雜費不受任何的限制 智晶區條例沒有過 但是教育部就幫他做了一個 跟這個一模一樣的辦法 然後包括就我知道現在很多的大學 包括像是 學校資金去的 學家們一年要多少錢 五十萬元 然後他就說 我是把國外的這個教育資源 弄進來 你在台灣也還比到國外更便宜 或者你至少在台灣要花費更便宜 諸如此類 總之就是把大學透過 因為他招牌好嘛 台大 外國洋人嘛 然後他就可以收到一個很貴的錢 明明根本他花出去的成本 他給那些外國人 包括給台灣的這些教授 也沒到這個錢 完全就是一個引力為道向 學費自由化 就有可能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剛剛同僚問說 實踐大學 或者說私立大學 我覺得我對於我們 其實台灣做這個學生運動 在私立大學裡面挑戰是更大的 我們光是學費比較貴 同學通常平均來講更要直接去打工 對於未來更茫然 這些壓力 都會讓我們要進下來組織社團 是更困難的 然後學校通常 學校的組織結構更像是一個 什麼這種 這種以前的莊園 就是董事會 對 就是他家的 我們要講說世新是陳家的 我們一定要趕快挖起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就是什麼 然後什麼 淡江是那個誰家的 張家的 沒有這種事 那是靠 沒有我們學生的學渣費 沒有政府的補助 沒有老師 就沒有那些東西 但是那個結構很強烈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成立社團 我們可能兩條路 第一條路 校內要針對這種 校內的這種 董事會惡靶 家族企業 封建的東西 我們要求不斷去挑戰它 他們其實沒有我們想要做得那麼厲害 他們做很多事情充滿了破綻 例如連私信大學 居然直接把宿舍去承租 這個什麼阿姨弄的那個奴地 一查其實台灣講的都是坦路 是有可能會讓他們打 第二條路 我覺得針對同學很現身的 工作 很多東西在打工 其實在外面到處都被剝學 到處都違法 使勁到基本工作 沒有勞健保 針對這個事情我們可以開始做 那這句話 我們學生運動 在未來 特別在私立學校值得努力的路 謝謝 好 謝謝 好 可以打鼓衝嗎 有補充嗎 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 其實我都覺得說 台灣民主沒有辦法生化的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民主化三十年 絕大部分的人都置身事外 坦白說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連跟各位最健身的 我們都置身事外 不要玩 對 對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真的如果應該要想說 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 我個人覺得說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不管是你在 什麼樣的角度 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 也許我們的軌道不同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的目標 都是一直的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在這段地 可以更好 對 對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今天時間關係 幾乎是每個哲學星期五 會到兩點 那今天是 今天是禮拜二 所以我們今天 這個店 沒有辦法開那麼晚 禮拜五的話 是可以到兩點 所以之後 哲學星期五 大家可以禮拜五再過來 那麼再次掌聲 謝謝今天的掌聲 好 然後 在結束之前 我今天要幫我宣傳一下 一個是社發所的學生 他們有拍一個影片 在這個禮拜天 他們在校內 會有一個深遠的活動 我們請招牌放一下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個 30秒的時間 那你看到沒有很長 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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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有些事 沒有聲音 你可以出來 你該每件事 你該每件事 你有看每件事嗎 你還每件事嗎 你又要看每件事 還要下每件事 那你趕緊 你把這站停 把這站停到這頁 這個在1月27號這個禮拜天 然後三點到四點半 然後在市新大學言論廣場 有辦一個露喜的追思會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聲援的話 可以去市新大學來聲援我們設法所提招的事件 然後另外現場也有市新大學的設法所的同學 然後再徵求大家的連署 如果大家覺得願意在這件事情上面提供一份心意的話 可以到至輪舉個手 站起來舉個手 在這邊提供連署 然後我們之後有相關的訊息可以再寄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活動到這邊告一段落 若是聽眾還有其他想要再請教的問題 也可以歡迎到前面繼續包圍這些老師去問他們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再次掌聲謝謝今天的講座 謝謝大家